或要擔任我們數位證委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先來觀看一下 就是長空證委這邊有做了一支影片 那大概是這兩年來的工作紀錄 那請大家先來觀看一下 每一個部會現在都有一些開放政府聯絡人 這些朋友們是專門證明這些在網路上的朋友們 直接進行對話 之前就知道這個有其他的演出 我們現在的預期是我一定要拿 我以後的朋友一定要買完的可以用 所以才是這麼大的主意 我覺得有這個服務性能發揮的意義 我們跟民眾一起寫作出來的東西 那被民眾接受了 而且民眾的選舉也看到這個努力 那我還覺得就是這幾個程 include Atlanta, these are the Chinese people people coming from one country to explain their process to the Middle East 對話 我認為這個背景是更衡極的 而且大家也有五個 clutch 新鮮的助手 立即有分類於行政部門 一起扣引社會中間的戶型與協力 剛開始的社群組織在這裡有一個 是想要用給人組織的模式 來設立的有些公式 各部隊都來開會來擁有共同自身的走路 我們今天當中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對以前來講的華人進化 長進的前進人子很大的 對於今天比較多心情 當中是社群組織的 這些的公眾人家以外 會心理做了很好的心情 也會有好好的心情 謝謝 我們公司來明明 然後參與人之中 台湾第一名 越來越大 請快快 我接觸到很多民眾 他們是真的想要了解社群組織的 社群組織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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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群組織 其實如果我們都從來 他媽媽就是 他媽媽就是 他媽媽的社群組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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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覺得這部門的滿優 如果覺得他很好 他滿優惠的 他滿優惠的 在一個話就把它改成最多 他媽媽的社群組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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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媽媽的社群組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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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自己有在用PTC大概非常多年了 對 我是非常資深的想大學就在用的 那我覺得PTP其實是一個很容易有一些很尖銳的一件的地方 但是我 我覺得很特別的是 龐木正尾就是 是一個自己會真的上去 而且是會被調到的人 對 對 而且 因為PTP上面有一些非常尖銳的發言 但是 比較特別的是說 如果真的 龐木正尾真的是被調出來了之後 下面的這些回覆 有一點像五月天的阿興被調到的那種樣子 就是 都是比較正面的 然後是 大家很熱情的說 媽我在這邊 或者是神串流鼻 對 所以我想 後來我自己就有看 就是 龐木正尾他自己在網站上的一些訪談或者是影片 那我覺得 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地方是說 龐木正尾對於人家對他的發問 或者是 甚至是質疑 是 可以去正面的回應跟傾聽的 那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 比較難得的地方 因為 大家其實都聽過很多的講座被連講 我覺得實問虛大 或者是避而不談 這個是很常見的狀況 但是 就是在 就是龐木正尾的一些訪談的紀錄 或者甚至是PTT上的紀錄看到 我看到的是 呃 一個比較 少見的狀況 所以 各位等一下就是 呃 龐木正尾上課的方式 也是 會 讓大家發問 那大家其實可以在訪問 就是發問跟對談的過程中 大家就可以感受到這個 與眾不同的特質 那謝謝大家 那請 謝謝 好 謝謝主持人介紹 那也謝謝今天來聽課的大家 我們時間結構上面大概是 從現在開始到 五點左右是一個段落 然後我們會休息一個十五分鐘左右 然後從 五點十五到大概六點半左右 是另外一個段落 但是兩個段落的內容 完全都是由各位同學來決定的 如果大家有手機的話 呃 或者既然可以上網的裝置的話 歡迎掃這個QR Code 或者是連到我們的 這個 slido.com 這個網站 slido.com 輸入01125 就是 今天日子 今天加一個0 0 不用輸入 這個在Supyron 都是一樣的 是同一個網址 那到了這個 天使之後呢 大家就可以隨時的 提問題 那如果沒有帶手機的話 也沒有關係 就是隨時舉手發文 意思是一樣的 事實上舉手發文的 有限權 會比在網路上面 這個發文更高 但為什麼我們還是 就是 不讓大家使用舉手發文 是因為通常我們關係 拿到的局面 通常都有兩個情況 一個是說 就是舉手發文的時候 往往不會問很接銳 或很直接的問題 但是在網路上是匿名的 然後大家又滑手機嘛 所以就是 你想到的問題 就可以不要 不用打個五六折 就可以問得出來 這是一件事 那第二個是說 你也可以按讚 也就是說 別人問的問題 你如果也想問的話 那你按讚就好了 那按讚的數量越高 它會跑到螢幕的越上面去 那這樣的話 就可以知道說 在這個房間裡面 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的人 有十個 或者有五個等等 那這樣的話 這個優先區 比較高的問題 它就可以浮到比較上面 所以大家就是 在個隨時 想到什麼就可以 直接往上面放 那最新的問題 會跑在右下角 那最多票的問題 會跑在右上角 那我一項就是 用這樣的方式來上課 那今天我也跟你們 一定要講什麼 PowerPoint 不過既然都叫了 這個台灣社會創新發展的巡視 我還是先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 目前的新政院裡面 對於社會創新的一些想法 和實際做的一些事情 社會上其實簡單來講 就是一個 讓社會的各個部分 都變得更好的 一個新的做法 那在做的過程裡面 它希望捲動盡可能多了社會上的不同部門的人 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 with the people 不是只是for the people 那意思就是說 它要在本來看起來 好像是這個 trade off 就是零和的這個情況下 去找出什麼呢 找出 synergy 找出洪窗的可能性 什麼是零和呢 就是像這樣子 古中的一個狀況 當然台灣在社會上面 有很多各種各樣的力量 那在傳統的這個治理的想法裡面 可能政府的特定的部會啊 或者是特定的局處啊 或特定的立法院 特定的委員會啊 可能是所謂的組織者 那這邊可能是在意 我不知道經濟發展的朋友們 那這邊可能是經濟部長啊 那另外一邊可能是在意 反進報部的朋友 可能跟他收藏報書啊等等 就是我們有不同的節點 來組織有這種想法的朋友 那中間這個就是 大家平常都看不到的 但是承受最多壓力的就是 常任務官公務員的這個提醒 那在這個中間 必須要適合找出一個仲裁 那因為零和嘛 所以大概誰都不可能滿意 但是至少不要犧牲太多了 這個就是我們傳統上 上一個世紀的 治理的一個思維 那在這個思維 到了這個時期 尤其是 新鋒裝飾出現之後 它在全世界都有一個 就是 退潮的一個趨勢 那大概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說 第一個它不再需要 傳統的組織者 任何人 他是要有一個 正確的 直播的設定 或者是有一個好的hashtag 或者是有一個居然好的什麼都好 忽然時間十萬個人就組織在一起 它不需要傳統的組織者 來進行組織這些件事 那第二件事情 就是說 新的議題太多了 所以新的議題 可能這對每個議題 都成立一個新的委員會 我會現在誤會 我的新的局處 來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在中間 這個文官的組織者 如果我們還是按照以前那樣 分分別類的科層的方式 就是說每一個已經找到一個三級機關 或是四級機關 那現在對很多新型的議題 像電子競技 這種新型議題 其實你已經找不到三級 或四級機關了 你有沒有可能每一個新型議題 出來的時候 都馬上做一次族蓋 去廢個三四級機關 所以舊的治理方式 其實在全世界各地都面臨挑戰 那所以社會上新型的方案 對於這個提出來的一個新的模型 就叫做協作式治理的模型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那協作式治理的模型 問題就不是說 宣誓組織者 以及在這些組織的中間 我們怎麼樣做出一個狀態 而是說 好 大家要跟我們聯想 沒有關係 但是有沒有一些共同的價值 有沒有一些大家都覺得 是重要的事情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 如果大家有一些覺得 共同都是重要的事情 原本能夠想出一些新的方法 就是所謂的創新 來達成這個共同的價值 但是卻不犧牲任何一遍 就是所謂的社會創新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當然我們現有的法規命令 所有解釋等等 根本的都必須要調整 因為當它做出來的時候 其實在當時 是沒有育小郎 有這樣的創新的 所以社會創新 它必然帶動法規創新 所以這個是我們協作式治理 最基本的一個想法 這很抽象 所以我就舉一個 這個時候的辦公室 它在那個 以前的空總集 也是 現在有新的門牌了 人愛路三段九十九號 所謂的社創九九 社會創新的狀態 它在一邊是建國文化室 建國文化室的人潮 有時候就自然用路走 然後接下來還會 把旁邊的某一面圍牆拆掉 就更容易從人愛路直接走進來了 那這個地方是 我每個禮拜三 從早上十點到晚上十點 除了競選期間之外 都在這邊 那所以呢 任何人只要想要跟我見面 他其實不用特別約時間 上午直接進來 就可以跟我開始聊四十分鐘的話 那我們也有個線上的預約系統 你可以約我下午的時間 那晚上我通常都在這邊 跟大家一起吃披薩之類 我從上午十點到下午十點都在這裡 那這個空間呢 本身就是一個社會創新 它就是我們第一次跟全台灣的 不只是台北的 大概100家 社會創新的團體 一起去發想 說這個空間要怎麼樣 應和大家的需要 所以這個空間本身也得到了 日本的核心設計大獎 那所以大家看到的這個 篤球場 它其實就是其中一股社會創新的一兩 各位朋友聽過 叫做寫漢二五基金會 它是已經大概二十多年的 一個歷史的 一個社會創新的一個團體 他們當時最創新的 就是寫漢二這三個字 因為大家本來是叫可能智障 或者是其他的名詞 那但是 當你把它改名到寫漢二的時候 忽然間它就有一種 他們也可以對社會做出貢獻 這也是社會的一股力量 像是一種正能量 結果就冒出來了 那所以寫漢基金會很特別 就是說它雖然是一個很老牌的NPL 可是一個它的財務 超過一半是自己自足的 它透過烘焙啊 食物加工啊 等等的這些方式 去自己 不一定要靠木板的方式 可以自己自足 那第二個部分是說 它在提供這些就業的情況下 它去翻轉大家對於 寫漢二就是有償師生的朋友們 只能去做工備 或只能做簡單操作的想像 它跟很多設計師合作 像這個是電力道電點善的 設計公司合作 那這一家設計系列所做的 是幫他們去做藝術治療 可是藝術治療的過程裡面 就發現說他們畫出的這個東西 這個國外也有學者研究指出 像我們看世界 我可能是用文字的方法來理解世界 那在座可能有用數字的 有用互動的 有用觸覺的 有用空間的 等等方法 那有堂市政的朋友們 他們是用一種geometric 就是一種幾何式的 破譜式的方式 來認知世界 那這個看世界的角度 是很unique的 就是你別人想超越 超不起來的 就有點像販路那樣子 所以意思就是說 他們畫出來的這些作品 他們之後會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這個不是我們自己 像美術學校就學得出來的 這樣一種角度 所以他們設計出來這些東西 反而在施大運 或在其他地方 包含射創中心 就更讓進來的人 進入一個比較願意創作 的這樣子一種心靈狀態裡面 所以他們的貢獻也是不可或缺的 當然不是只是想而 我們使用過一百家的射創 當時就用這個 當時還是一片廢墟 只有一個灰室可以討論的情況下 一起對這個空間有些原則 比方說一定要有一個大廚 所以我們這邊有一個自稱 我都說他是射創的靈魂人物 他都自稱射創蒂弗林 這是我們石大陸主廚 那是很厲害的一個城市設計師 同時也是分子料理的主廚 所以他就整天都在這邊 然後嘗試各種新的處理 那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其實很多射創的產品 它都是有友善農法 或者一些原住民族 物語的一些紅禮 什麼之類的 如果光看包裝 放在網路的通路上 你看不出它到底好在哪裡 可是如果有一個大廚 就煮成分子料理給你吃 你吃過一次的時候 大概很難忘記 那個很好吃的味道 很感受 所以大家都說要廚師咖啡廳跟廚房 這個是當時的第一名 廚師咖啡廳跟廚房 那第二名的意見是說 那這個地方 一定要每天都開到半夜十一點 因為以前在政府所營運的很多 什麼Makerspace 浴室中心之類之類 大家就是參加完活動 大概六點 然後就正在高興 在想一想法 不然就關門了 你看到旁邊去找酒吧 或者找咖啡廳 或者找什麼東西 那人就散掉了 但是事實上 這裡的重點是 它同時都會有十幾個不同的活動 在這邊發生 所以說 這個synergy 就是剛剛講到共創 非常重要 所以每天它都開到半夜十一年 對不對 那第三個是說 他們說好 那我每個禮拜當時去主持討論 很棒啊 所以接下來就是每個禮拜當後 都要來 有電子 我也變成D-4-0 所以第四個是 那三個就都會在這裡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實驗 因為 像這些 它名字叫做PEV 就是Persuasive Electric Vehicle 就是有說服力的電動車 那為什麼說有說服力呢 因為這些是自家車 就是它是自己開自己的 它不需要人的遙控 那但是呢它同時又是三輪車 那三輪車雖然同樣說跑得慢 但其實是跑得慢 意思就是說它撞到人 撞到東西都不會怎麼樣 但時速是非常加慢的 因此它具有更新的相同的路權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這些自家車 它就是在 我們把它當作一種新的物種 然後進入這個社會的時候 我們可以一起去想說 它是怎麼樣能夠配合這個社會 而不是要社會去配合它 因為大家聽到AI的時候 往往都會有一個想像是說 我們要社會改變去配合AI 但事實上不是這樣 我們現在想到AI 我自己特別想到叫做 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是它是來幫我們 輔助我們的智慧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自己在生活當中 或在我們工作當中 這個流程的改造 就是我們看裡面哪些部分 我們需要這些很特殊的朋友 帶來他們一些很特殊的天賦 那但是呢 在某些部分呢 就是好比想說在 人間溝通啊 或者嘗試啊 這些部分 你可能又需要很多的指導 那這個其實跟 就剛才講的 好比想說 有考試真的朋友們 其實是很類似的 那所以在 就是所謂的職在 職務流程的設計 這個工作裡面 最重要就是找不到這些朋友 有哪些可以幫我們 然後我們也可以更了解 他們的贊助 雙向後的方向的地方 所以當時 在這邊跟北克他的朋友們 這是MIT運過來的三輛車 那Media Lab 它有一個特性 就是MIT的這個Lab 就是它所有的這些東西 都是開放原碼 開放硬體 跟開放資料 所謂開放的意思呢 就是說第一個 它不怕你去複製 你複製它的時候 不用付射權費 第二個 它不怕你去改 它也沒有什麼專利 所以意思就是說 任何人 任何大學學生 你只要會一點點電子電路 你就可以去把說 它是在表達它的情緒的奔跑 改成一個 一道光環啊 露臉啊 貓臉啊 絕對什麼啊 它可以用廢教的方式啊 或什麼之類的 就讓旁邊的人 知道它的感受 這是一個 就是開放式的創建 那第二個是說 它因為是任何人 都可以改造 所以它是可以 切合到在地的需求 那我們在這邊 辦黑客送的時候呢 就有朋友提到 旁邊是建國花市嗎 那也有一些年長的朋友們 他就是會 從花市這一關 逢到那一段 他中間可能想要賣很多 這個 那賣一賣就會越來越重 越來越重 然後再提個推銷 它能夠這個負重的量是有限的 所以到某個程度 它可能放不到幾乎 就必須要停下來 或者是說 那就必須要先放在這個 賣花的那邊 這個社會不會忘記回去拿 什麼之類的 就是它有一些 具體的社會情境 那這時候有一些這種 好像同伴動物一樣的 皮靡一直在旁邊就很有用 因為我們可以讓它 認明這個人嘛 然後它一步一去的 就跟著它走 那它也不會撞到人 然後呢 你賣的話就往上面放 那它可能後面跟著兩三兩 那這個 你走到進行浴室的時候 你終於光滑了 那你可以騎上最前面 一兩天就把你再回家 這樣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具體的用法 那當然還有很多朋友提了 別的用法 像觀光客 它也許帶著它坐在上面 繞整個空總 那它可以介紹說 這個已經在二次大戰 結束前 它是工業研究院 然後之後變成空軍總部 它可以用各種不同的 來的人的這個語言啊 文化啊 跟它用自動翻譯的方法 用互動的方法 跟它介紹這個空總 就是抵抗它歷史啊等等 它等於變成一個 機器的導遊等等 所以就是 這個重點就是 因為開放式的狀況 所以整個社會上的人 他可以一起去 我想說 我們跟這些新的東西 相處的時候 那個東西叫參數 就是說 它裡多遠心 有禮貌的 它多快討論是對的 它又是那樣子的方式 告訴討論 他們情侶狀態等等 那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把這些都試到 大家都覺得很舒服 很舒服了 我們再把這些 新的東西 放到街上去 這個去的人互動 而不是好像說 台灣的互動的情況 必須要用 讓這個麻生理工學院的科學家 來決定 就是這樣 所以意思就是 這個就叫做 appropriate technology 恰當的科技 就是我們每一個地方 都可以自己去決定 要怎麼樣使用這樣子的科技 所以這個就是 社會創新的一個 很好的一個例子 那PEV 接下來即將第三度來談 他們三次都是在空中 那未來 當然我們這個 無人散區 創新實驗調理如果通過了 那它就可以 不需要就是 突然在這個封閉場域了 它就可以真的跑到路上了 那但是 目前因為我們還在等待 在立法院三度通過的一個 所謂的無人散區沙特 所以目前這個 就是在空閉場域裡面 去做實驗的一個具體的例子 好 那所以以上是想了一個例子 我們來看一下 看看有什麼問題 有有沒有問說 為什麼會出現公共政策網路平台 那這個平台 叫做join join.gov.tw 不需要有用過 有聽過的朋友可以舉個手嗎 好 大概一半 所以我大概介紹一下 為什麼我們有這個平台 這個平台 它是2014年的年底 開始規劃 然後2015年正式開始音樂 那當時是因為在 就是318的運動期間 在結束的時候 有一個共同的決議 就是所有的證明者 希望政府能夠召開一個 公民的憲政和故事會議 那但是當時的政府是只願意開一個經貿國事會議 那但是無論如何還是開了經貿國事會議 那在經貿國事會議裡面 他們有做成一個共同決議 就是說 為了避免所有的重大政策 在沒有經過這個充分討論之前 就讓大家這個好像突如其來的 不得不去站立的關係 所以呢他們希望有個常規的 政府的一切的法規命令的預告 然後甚至是包含這個就是 預算案或者是說包含提案權 就是人民的連署等等 都用單一的平台 讓大家不需要去記得 政府好像有十幾個不同的平台 用單一的平台 部分地方中央甚至現在監察員也進來了 部分地方中央或者各員 都能夠讓大家在同一個網站上面 比較快的能夠看到說 第一個政府現在實際情況 第二個有一個能夠參與發援那個管道 那是在2014年的時候 經濟股市會也有共同權益 那所以因為有這個共同權益 所以當然 當時才剛成立沒多久的 國發會 就是以前的經濟研討論會 就是合併之後的新的這個部會 它就主動擔任這個執行的角色 所以目前這個平台 就像當時的剛剛資料平台一樣 是由國發會在負責營運 那這個營運的平台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目前已經有 新北、台北、台南、高雄、南投、娛樂林、彤龍湖 就是作為他們地方討論的這個場域 像說可以看到台北 在台北的話 它是你可以在上面提安 然後提安就會變成iVoting的題目 這個是台北對準平台的一個用法 好 然後那 合併像說的審計部 審計部的用法是說 每一次有新的行政部門 有任何新的做法出現的時候 審計部不知道該怎麼審計 那在以前呢 它這個要嘛就是去阻打嘛 就是說那你不行 你一定要用舊的方法做 那這樣的話 這個人民跟行政部門 兩邊都會埋怨他們 又或者是說 它就自己想像出一套新的審計方法 那這樣子如果審計不定的話 那同樣狀況都責備他們 所以他們是怎麼樣都補給贏的一個情況 那但是呢 現在他們透過中原平台 就不是這樣的 是說 它就直接說 好啊那我們現在 新美食政府 台北市政府等等 有一些新的做法 我不想說 台北市政府 有一棟叫做社會企業大樓 設計大樓 以前都是屁股工廠 就是說 我們住特定的團體去 雇用幾個身杖者 這個KPI非常好算 而且升級起來 也非常輕鬆協議 但是台北市說 好那我們現在把它蓋起來 該怎麼做呢 就是我們把它用 一塊錢租給 就是多社會企業的 讓他們自己來 將本求力 盡可能地來擴大營業範圍 出容更多的成長者 好啦那這樣子 就其實是難以神奇的一件事情 因為從市政府的角度來看 我其實並沒有 掐一個非常固定的KPI 我可能是掐一個怕數 可是它這個社會企業的 好或不好 就不能像我之前 屁股工廠的時候 我就是說你每年一定要給我 這個害個幾個人嘛 因為這個是很難講的事情 所以呢到底大家會有什麼疑慮 以及到底要怎麼建立 新的神奇原則呢 那他們就可以在 Join平台上面 把他們這個新的做法 撥出來 然後問大家說有沒有什麼疑慮 那我們在中央就是在神奇原 我們也有一個就是我們把 這是事後的就是我們所有的 各部會的 一千三百多個中大計劃 除了一年以上的計劃 全部都來這邊 讓大家能夠進行 就是櫻目了然 可以看到大家關心的事情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像烏水下水道有32個回應 長照十年有32個回應 社會住宅有4個回應 這些都已經算是最多了 但是呢 就是我們問大家有什麼建議 那但是呢 審計部問他還有什麼疑慮的時候 動不動就700個 所以第4就是說 這個你要提出疑慮 要別提出建議要容易很多 那所以這個審計部就立於敗訴你這樣子 因為他每一次有這個新的東西 需要審計原則 他就跑出來 看看有沒有什麼疑慮 他輕輕鬆就受到三百多個疑慮 然後呢 他們就把這個疑慮分本別類 像剛剛那個社企阿羅里子 就整理起來九個問題 然後這九個問題呢 就去問負責社會企業的政委 那就是我啦 那所以我們辦公室就必須要 一一回應這些人民的疑慮 然後呢 一一回應之後 神經部就怕端回人民 說你看這個政委回應 我看到有新的神經原則 我們就按照政委的回應 來接近新的神經原則 這不是我們發明的啊 是這個行政部門的這個回應 所以他們就一語不敗自己 因為他們接近神經原則 他們可以說 欸這是行政院自己回應的結果嘛 那他們距離接近神經原則 這個政治正當其實大家疑慮嘛 那雖然兩邊都解釋同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神經部用這個 是這個相當的如果存情嘛 他們現在就是 很容易忍去 對於新興的事務 都站在啊 我們不是足道 我們就是促進公務門 在人力中間互相瞭解 這樣子的一個位置上面 那當然是非常適合接下一個位置 好 那所以這個是健常員運用的方法 那所以回答這個問題就是說 一方面它是來自於 大家在318之後 想要更了解公務門的運作 那更不希望 taken by surprise 那二方面是說 大家希望有更多實質的參與 所以說我們在這邊就有一個 連署的制度 說任何人只要提出五千個 就是連署 就可以讓政府出來 這個拽工啊 就是出來好好的解釋 一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呢 也是很有意思 就是說我們在 中央有一個 叫做公共政策 網路參與實施要點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 行政院層級的一個regulation 那所以在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 所有的法規命令 以前都是七天 十四天公告 然後就剩下了 那但是現在第一個是 以六十天公告為原則之外 這個回應呢是公開的 意思就是說 以前是你一個一個 打給承辦人 那一般也就是很煩 因為每一個來的 以前他前面已經接過 三十九通電話 都問一樣的事情了 那他們也有一個 公開回應的地方 但是現在呢 不管是法規命令 或者是 就是所有的 預算等等 大家那就是一個 公開回應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舉一個實際的例子 我們再來看下一個問題 特別像說我們在試辦期間 我們挑的五十一個計劃 都是院管考的 重大計劃 先上線試辦一年 來證明給審判人看說 這個 攤體下來是省大家時間 而不是浪費大家時間 然後我們就可以很容易看到說 我們像說 交通部有一個金門大橋建設計劃 那這個計劃呢 它的累計執行進度 這個去年好像不是很好看 然後 6% 8% 9% 那它累計的預算 達成率 竟然還往下掉 那相信各位不用學過會計 就可以知道累計的東西 好像不應該往下掉 所以呢 這個底下馬上就有 所以我的網友來留言 對 那雖然它的拼字不是很違反 但是我想大家都知道 那想要問什麼 就是說 為什麼會突然有一個月 它的累計就開始往下掉了 那 然後這個 我們的生涯預告表情 就終於有人問了 所以 他就這個 背大說 因為廠商施工進度嚴重落後 那書面峰值 先行改善 為了改善 所以我們解約 另外找了一個包廠 現在我們把它救回來了 但是因為中間有段時間 廠商把我們這個錢還給我們了 所以其實你們還給我們了嗎 所以金流上面 是反過來的 所以你們再繼續進度 就會這樣子 好 那所以這個很有意思啊 就是說它是需要回答一次 那你以後只要少 金門咖喬什麼 施工落後 金門咖喬運順 Google也少一下這些關鍵字 大概都可以少做這一頁 所以意思就是 它以後不用再接那麼多通電話 那第二個是說 即使有人 還是寫故障信箱 還是寫什麼東西來問 它是要回一個超連擊就可以了 以前它是 就是要一大段字複製貼上 是非常非常累的一個苦工 而且如果不小心貼錯了 會不會罵 那它現在貼這個超連結呢 是保證萬無一失 因為在以前你要核告嘛 你要回任何東西 你可能要簽個兩層或三層嘛 但現在是因為已經有個網址了 所以你貼這個網址 通常是一層絕 就是你想都不想 就可以把網址貼出去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要追問的人 他至少已經看過這些基本的概念 所以判定下來 其實成本人認為 他的時間是有節省的 而不是浪費他的時間 那所以在事半一年 我們也證明給各部分是看出 真的是這樣 之後那大家就不再抗拒 所以我們現在就有 所有的一千三百多個計畫 都在這個上面 去讓大家來監督 那這個是大概監督的部分 所以這是目前在平台上面 那些基本的功能 有的朋友會說 那你現在可以連署 連署就是誰 愛寫什麼就寫什麼 那這樣子的話呢 會不會讓這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的政府 或者軍隊所利用 後台是只有機制 收集相關IP來源 確實有 那我們其實 這是因為政府自己經營的平台 所以其實我們在掌握 就是帳號的方面 其實是比用第三款平台 要來得容易非常多的 所以好比上說 像我們現在要連署 提案的時候 你都要有兩個階段的認證 另一個階段是 先有一個檢訊 那就是你要有一個門號 然後我們要收到一個驗證 那第二個是說 你還要有一個 E-mail 或者是社群媒體的一個帳號 這樣子 所以就是一個E-mail 然後配上一個檢訊 那我們剛剛 就是設計出 這一套機制的時候 它這個叫做辦實名字 它不是真正的實名字 就是因為你在連署的時候 像我們最近才剛剛這個 通過一個連署案 相信如果在座是公務人員的話 他應該蠻有感的 就是馬力X 所提的這個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我們本來現在半天半天請假 但現在就可以一小時一小時來請假 在使用上面就很有感性 那這個人顯然就是一位公務員提的 但是呢 他的提案的名稱叫做馬力X 那現在不是他的證明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當然就是說 在公務裡面 你要第一個去當 就是掛臉當的那隻貓 其實非常有壓力的 那所以呢 我們透過這種辦實名字 一方面我們確定他的身份 就是說 他是有一個在台灣的手機門號 有一個E-mail可以收寫 但是呢 二方面我們確保說 他在呈現出來的時候 可以用他取的一個代號 那這個代號 他之後就是一直都是用這個代號 它有一個前後的一致性 但是別人呢 沒有辦法還原到這個人的真實身份 但國發會如果想查 我們希望他如果違法的話 那他當然是查得到這個人的真實身份 所以這個就有一點像是說 我們確保今天slide 就是在搶著大家提的 但是我們不會還原去知道說 到底是哪一個人提的 這樣子 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第一個是說 這個當然是有法管的 那當然第二個是 我們就很快看到說 突然間就有好像三四個門號 突然間他後面就開始放了500個E-mail 好 然後呢 這500個E-mail呢 他也沒有真的用 他就放在那裡 但是因為我們後台都有在監控 所以我們馬上就可以看到說 所以這幾個門號 接下來可能想要做一些政治操作之類 那我們當然 第一個是說 我們這個就公布周知 我們在這個我們的 開放政府聯合國人每個月的會議想過 發揮一個報告說 我們正查到這個新的這個情況 那我們這些會議記錄都是公開的 所以第一個大家就知道有這個狀況 那第二個是說 當然我們就再去相應的步驟 然後去 就是Limitar 那就是變成是一個選舉 沒有辦法 就是這麼多個帳篷這樣子 那所以第一個 就是回答這個問題說 有一直有在看 那第二個是說 他必須要勾一個勾勾說 這個 我具有中華民國的國籍 那這個勾勾的文字也是經過設計 因為有些朋友 就是不是很喜歡 當年2014年的文字說 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但是我剛才想說這個 我具有中華民國的國籍 有些朋友比較願意勾下去 那他就說 不是我願意的 那就是給我的嘛 那所以 這個是另外一個很好設計 所以就說我們已經可能 Be Inclusive 就是各種各樣不同的 派別的想法的思潮的 我們都很歡迎在上面提案 那所以以至於說 甚至有人在上面提案說 希望台灣的時區 可以改成GMP加9 就是跟日本、韓國一樣 這邊有8000人 然後呢 也有8000人提案說 希望台灣的時區 可以保持在GMP加8 就是時區不要改變 那但是呢 我們跟這個別的機制度 太一樣的是說 我們有很充分的 討論的空間 所以我們就要 兩邊的提案的人 實際進來 跟所有的部會 做一個具體的 我們叫做協作會議 就是 大家一起去 看到 我們在不同的 立場 後面 其實是有一些 共同的價值 那我覺得這個協作 其實是很重要的 也是別的制度 現在也許會需要想一想 好 那就是說我們在 搞比想說 這邊有非常非常多協作會議 但是我就挑十圈 十圈當時 我們在每一個連署 它底下都會有兩個欄 一欄是說 它的所有的正面的支持它的論點 那另外一欄是所有的反面的 就是或其他的不一定支持它的論點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它沒有辦法彼此之間做人身攻擊 如果你能夠讓人去回應你的話 那其實它就很容易地去做人身攻擊 但是如果它不讓你彼此回應 而是你如果看到左邊有你不同意的論點 你沒有辦法去回應這一位 只有H6771 你唯一的方法就是你跑去另外一欄 然後PO另外一個論點 所以意思就是它不會有一次人身攻擊的情況 因為就是兩個不同的欄 就還放在slide上面 如果你一個問題 你不想要問 那你沒有辦法去攻擊那個問題 你只能提另外一個最好的問題 讓別人把你投上來 意思是一樣的 所以這是一個加法的空間 不是一間法的空間 所以當時在這個空間裡面 就有非常多人提了 為什麼要開始去 話比上說覺得這個通勤商 變得比較容易 或者是說會節能減碳 或者是說觀光會促進 或者是等等等等 大家都羅利爾剛剛剛剛做的交易 故事會比較活路 什麼之類的 羅利爾很多的想法 但是大家可能沒有預料到的是 我們所有的各誤會 因為都有可以往政府聯絡人 所以這不會只是內政庫的事情 這是所有誤會的事情 所以內政庫就會一個一個去確認 所有人的這些被投到很高分的論點 然後一個一個來回應說 工業員真的算過 他對於 即使是日光解約時間 他對於能源的消耗 其實是沒有減少很多的 可是幾乎完全沒有減少的 但是呢 在觀光上面呢 其實除非大家都違反到幾乎 不然他不會促進觀光 因為其實他只是 就是開電能源 早一小時開電 早一小時收電而已 那還有很多 這個一次性的成分會很高 那他接下來會有不少的持續性的成分 那但是呢 其實我們經過協作 其實大家想要看的這個核心問題 其實是要提高國際的能見度 然後跟理清海峽兩岸的關係 那這個是主爭辯 就是說持續其實只是一個提案 但是後面的那個價值就是這個 那這個價值在上面呢 還有不同的價值嘛 就是國國在國際上能見度有限 音響旅客主觀認定嘛 那這個是共同價值 那你如果抽到這個高度的話 其實就連反對派的那個連署 就是說GMT不要改 都是加巴那連署 也贊成了 他也覺得台灣的國際能見度應該更高 他只是覺得改失去 不是一個很好的方式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一方面在市值上面進行確認 二方面在感受上彼此尊重 然後能升降到一個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感受 然後我們再找出來的解決方法 就不會是剛剛那種聯合式的解決方法 如果按照聯合式的解決方法 最後只有一個結果 就是 0.5個小時 我們改成職業品加8.5 OK 大家兩邊都一樣非常不滿意 那但是呢 那樣有什麼好處呢 沒有任何好處 台灣可能會有一天的國際版面 然後呢 接下來就會一定有這個 北京方面一定會發布聲明說 這個在境內有多種貨幣 或者是因為復原廣大有多種時群在所多用 這個不需要大興小怪 人家都可以想到這個國際版的那個告子 所以就是說那這樣的話 就是也沒有什麼好處 所以就是說 社會對台灣人來講 是一個大理資訊成本 然後一個recurring的cost 但是它達成的效益 可能是比較有限的 欸 當初提這個加酒的這個 因為我們這個內部的密稱 就是按照8加酒 所以這個加酒的那一邊 就是加酒的那一邊 他一定也同意 但是他說好 那我們現在如果要付出這樣的社會成本的話 那我們有沒有一些更好的方法 所以他就真的在下午討論兩個多小時 討論說 那我們用什麼樣的這些成本 有沒有什麼更好的方法 有啊 也許我們可以凸顯 我們在人權上面的一些貢獻 或者是我們可以輸出我們這些 類似民主的協作會的制度 也許我們可以說 連國的永續發展目標 台灣可以幫忙等等 所以說我們的文化裡面 也有這個就是永續發展的這種概念 那這個跟就是犧牲史的這種發展 是不一樣的嗎 人民式的發展是不一樣的等等 所以就是說去真的去看到不同的地方 然後凸顯這個不同地方裡面 我們是做的比較好的這些部分 那這個內衷方都統一 所以到下午結束的時候 每部會都回去照作業 包含我們辦公室都要寫作業說好 那現在給我們一些資源的話 我們會打算怎麼樣讓台灣 再過去相當見度提高 那當然那個影片裡面 已經有一些我們辦公室的做法 那每部會都做得具體的回應 所以這件事情到最後 是雙方都是很開心的 就是說 大家還要互相握手 然後就是 留了相當經典的這個照片 然後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一直是一個很有理性 但是又很有溫度的一個討論 然後雙方就是 這邊八千人那邊八千人 一萬六千多人 都得到同樣的一個 共和國的一個版本 那這個版本 都有回應到他們當時覺得 重要的一個價值 所以這是石區案的一個具體的處理方法 那這件事情當然它是奠起在說 我們確保說 一來的這些都是 至少有時候基本很好 我們也大概知道 他是住在台灣 具有中華美國國籍 我們自己有沒有原因的人 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 這個基本的前提 那 有問題要問說 這是不是民粹跟精英政治的一個調和 不敢說是一個調和 但是至少它是一個平台 那我們確實有想要做 就是所謂的 怎麼講呢 就是harmonization 調和 就是說讓它變得比較 彼此之間互相轉移 互相轉移可能是比較好的一個講法 我舉一個很實際的例子來講 像當時恆春那一個案子裡面 我們有8449人 這個在一位Wabich 這位朋友的這個提倡之下 那件書說 請求內政部的空勤總隊 涉助恆春機場 為什麼這個看起來有一點點 這個 你不知道它為什麼要提這個案子 的主文 它竟然可以吸引到發現多人 而且我們 因為知道地理分布 大部分都不是農村人 大部分都是廣房客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實際區那邊 就算是擺實體的檀位 在那邊收集連數 一個QR 然後甚至是在他們長區的 背包客的那個旅店前面 就擺說 你知道嗎 如果你潛水發生意外的話 最近的一家可以救你的大醫院 開車要90分鐘 然後請現在上網的連數 什麼救自己 什麼之類的 那所以就是說 它是一個有組織的 動員的一個方法 來這個連數 所以這個連數 它的後面的目的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要提升 恆春的醫療資源 因為確實恆春當時的參加 比較小的醫院 都沒有能力去治大的心血管 或者腦血管的一些疾病 所以確實他們在後送的途中 是有各種就是不平的這個情況 那但是為什麼這些 這件事情 並不是第一天發生 為什麼是跑到公共政策 往路線裡面 為什麼不是尋傳統代議政治呢 看來塞尾傳統代議政治 已經提過非常多次了 但是呢每一次都沒有一個 很好的解決方案 那為什麼呢 因為這一題有很多解決方法 內政庫承然 它可以放A音直升級到 分泉機場沒有錯 但是內政庫就說 我們的A音就沒有那麼多個胎 所以事實上我們要照顧到 救災救男人能量的話 放在高雄才是正確的 因為那咖啡道的戰略比較大 那所以呢我們是 旁邊有國防部的軍民啊 國防部來支援一下 那國防部就說 沒有我們那個要撤掉了 我們是不是請和交通部 看一道快一點的快速道路 那交通部就是說 欸快一點快速道路 其實對於沿途的觀光部 一定有利 因為大家一下子就到 他們覺得就是中心點了 那你中間其實就是 大概就不會去了 那同時他們評估過之後呢 覺得這個案子可能不適合 在現在推 是不是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衛福部 在那邊開一下大醫院 就解決了嘛 對 那然後呢 衛福部就說 我們也不是沒有計劃過啊 我們有醫學中心志願計劃 請高雄的這些醫學生 孩子 不知道為什麼他們都留不住嘛 那所以呢 就第一個 中心志願計劃 有一個人留不住的問題 那第二個是說 他們也提了 也提了 或者可能有醫院的計劃 但是國發會審議 把它擋下來了 那所以這個 甚至國發會想辦法解決啊 那之類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 在以前 常常很容易碰到說 如果你透過待一整治 第一個這樣子的東西上去 每一關啊 他都會想辦法找一個說 那是不是另外一個國會 來做這件事情 不一定要我們不管啊 那然後 而且他的理由 情況都很有道理 但是就是 可能就五個月或五天過去了 那這些很有道理的理由 還在留船 那所以 這個時候呢 這個 我們在這個 絕工政策網路 參與要點裡面 我們就特別設計了一個 匿名叫做 冰桶挑戰的一個條款 這個條款 這個條款是這樣子的 就是 權責金管如果兩個以上的時候 國發會可以協調 到底A B C 哪一個是主辦 如果他們協調完之後 A還是說B B還是說C C 還是說A 那對不起啊 大家一起去 我們所有人都是主辦 一個都放不掉 所以另外有其他的這一條的關係 所以當時我們真的是 所有這些部位 底下看到的所有私屬的 所有的這個朋友 通通都跑學紅車 然後 我們在紅車呢 就跟提案人 連署人 當地的記者 然後當地的 南門醫院 紅綠醫院 紅綠機 衛生所 然後以及當地的一些 曾經為這件事情組織過的組織者 我們的現議員 好像連任的嘛 獎院獎 獎院院會議員 然後以及很重要的 我們的鄉民代表 這不是PTT啊 真正的滿洲鄉的鄉民代表 這些朋友 發發地走下來 那這個呢 在傳統上是所謂的經營政治 因為這是曾經發表過的 或者是有組織動員能力的 那我們下去跟大家聊天 但是我們也加入了 剛剛這位朋友提到 名罪正式 TOPYWISER的一個元素 什麼元素呢 就是我們 這不是黑箱小事情 我們是全程直播 那我們在這個直播的過程裡面 我們是 實際上呢 是讓在地的朋友們 都可以直接看到 那所以呢 我想我在這邊就 我看一下 我們那個影片 還在不在嗎 阿婆聲音好像差不多出來 這樣 沒關係 那所以 我這邊是在講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地方 就是在滿春 我們在一個 比較小的一個 就是多功能會議室 剛剛講的 這些各部會的朋友 各領域的專家 地方的投人 在那邊進行討論 但是呢 同時我們把這個討論 把它直播到什麼呢 到湯口 就是到當地的這個 正工作的樣子 反正就是一個很大的空間 那這個空間裡面呢 任何人都可以來 所以呢 在地面可能文室工作者 想要澄清抗議的 想要做什麼的 那是他神功的 這牌物條的 因為我在後面這個會場 我在大會場 所以第二個像是我主持 我主持 我等於像 ESPN的那個 這個 anchor一樣 就是像是球品 就是帶著鄉民去看 這個鄉上 鄉民代表 跟大家 跟這些專家們的 這個美球 是什麼意思嗎 就是說他們現在拿出一張簡報 是什麼意思嗎 他們分析這個入風角 出風角 到底跟大家有什麼關係嗎 這個 為什麼 A1來這邊 他起雷會受到障礙嗎 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在那裡 有解說原理的角色 然後呢 這次這個情況 很奇妙 就是說 所有想要成抗的這個能量 會到第二回場來 但是第二回場 並沒有直過為第一回場 所以不管怎麼成抗 怎麼翻桌 怎麼抗 你不會影響到 精英政治來的討論 那這個也很重要 因為其實我們也知道 同一時期發生了很多的討論 就是被反桌 那就是好比像說 不讓意見不同的人 進場 這個是最常用的一個方法 那但是在我們這邊 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任何人都可以透過 視訊連線起來 好比像說 中嘉平委員 他並不是因為被抗議黨在外面 但是因為 當時他要在台北 就是有這個 另外一個工作要做 但是也利用中午休息的時間 也透過視訊連線 分享了他的看法 他認為如果有直升機的話 應該留在高雄 然後能讓高雄 中午的醫師呢 平常就來很準時的訓練 這樣子的話 發生實行的時候 用直升機把醫生飛過來 也不要把這個 中風的病人飛到高雄 這個非常非常有道理 對不對 那所以大家聽到 就覺得這個委員 非常有貢獻 那而且他也不用 就是做直升機來高雄 那在台北 就可以透過視訊連線 來發表這樣的意見 那也不只是 因為他是委員的關係而已 任何人在第二線上 都可以透過 透過手寫的發言單 透過跑來我這邊跟我講話 或跟工作人員講話 把他們的想法 偷到這個slide上 然後我們工作人員 才會分門別類的 把這些想法 如果是重複的 我們就會處理 但是如果沒有重複的話 我們就會卡片到 這樣子一張 這個新制度裡面 等於是把所有的 大家具體的建議 綠色的部分 就是大家的期待 就是黃色的部分 事實藍色的部分 以及相關機關的回應 就是橘色的部分 這些部分都一一的去做確認 所以我們就把這歷年來 所有曾經提過的 包含提升方的醫療資源 公眾專程 快速道路 國安機場等等 這些部分 一一都加以確認 那確認完之後 我們就達到一個公眾價值 就是我們每次工作的目的 就是我們要收到一個公眾價值 那公眾價值是什麼呢 就是如何讓工沛生 醫師 護理人員 可以把心留在這邊 然後讓在地醫師回來 讓大家都更相信 在地的醫療力量 那這個才是所有的 不管剛剛講的各門各派 都願意看到一件事情 那所以呢 有了這個公眾價值 其實要測的話 怎麼解決我都不太容易了 那簡單來講 就是我們把能力醫院擴解 的話好像 二億還是三億左右 然後讓它有最先進的設備 然後呢 讓我們就像中文人所說的 這個高雄的醫師 平常就可以來這邊 職員做手訓練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發生事情的時候 不管是醫生開設來 醫生大直升機來 或者是在地的公會生開始 那本來連宿舍都沒有 現在是有比較好住宿的空間 他們小孩的教育等等 慢慢的可以跟流這個恆春 在這個情況下 在地的人 跟後送的這個緊張關係 就不會那麼大 而且後送的過程裡面 你也可以是讓在地的醫師 用視訊跟這個大醫院的醫師 這個進行三方規診等等 所以大家都想出了很多方法 可以去提升在地的民眾 對於在地醫療能量的 重要性的這個認知 好 那所以這個既然是他共同決定的 那我們在每個禮拜五 開這樣的協作會議 每個月會開兩場 那所以禮拜五開完之後 各個禮拜一的政務會議 我就拿著大家的共同建議 去跟院長說 院長 然後跟其他政務委員 說 那我們上個禮拜五 我們會討論的什麼 大家共同的價值是什麼 我們覺得這個是可行方案A 可行方案B 那請院長做一些想法 院長在那個時候就說 好 這是很好的想法 那我自己去一套恆存看看 是不是真的是這樣 所以當時進行院長 就去了恆存 然後就去跟 應該是團聖長 就確認說 事情是不是真的這樣 確實是這樣 那確實當地也都接受說 這是最好解決方法 所以就割了錢下來 然後現在就已經正在蓋了 那所以這不是衛服部的 直到最後還是交給引進書去實行 但是回到內山鋪 雖然不是用他們的直升機 但是內山鋪還是要實行 但是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調和 一方面就是POPLUZEN 就是說當地的這些動員組織抗議的朋友們 他們可以看到說 不是他還是喬事情 但是A箱在喬事情 或是A箱在喬事情 那第二個是說 他們可以看到他們的意見 只有有建設性的 在大陸裡的回歸房間來 那沒有建設性的 或跟本案完全沒有關係的 那不管再有道理 那陳康就從手回歹 但是因為在第二回想 其實他才都想要看電影 大家都想要看直播 所以陳康大概到了第五分鐘 就會有點被虛嚇的感覺 因為大家都還是想要看討論 所以就是說運用了一些空間設計的技巧 然後去讓民粹這邊 能夠理解到這件事情的重要性 那也讓菁英正式這邊 了解到說在地真的有不同的想法 好比像說也有在宏春支援過的 甚至是很遵忍的醫學生 現在在國外了 他都透過像剛剛講網路連線的方法 在slide上面來分享他實際 宏春支援的時候 碰到像剛剛蘇舍的問題 就是他提出來的等等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也確保大家有參與的空間 所以這是大概我們目前在地方政治上面 調和的一個模式 那還有七分鐘 所以大概再處理一波問題 有一個朋友會說 那這樣子的公共政府網路參與 跟公民投票有什麼區別 那這個時候我們大概就要回到 我們每一次在 就是開協作會議的時候 都會開了一張警報 就是這一張 就是這一張 我們的協作會議的產出就是重建這個 就是剛剛講的共同價值 我們到底 大家都提了各種不同的想法 但是我們到底要解決那個核心問題是什麼 像石區案是台灣在國際上面 怎麼樣更可以感到 像蔡宏春案是在地的朋友們 怎麼樣更相信在地的一部能量 那每一個案子 可能一開始提的想法是一種 但是最後收到的東西是不同的 為什麼呢 因為每個人有不同的個人經驗 跟每個人有不同的感受 所以我們就是先去收集大家的 具體的經驗 客觀的一些事實 跟每個人的主觀的感受 感受沒有什麼對錯 那在發散就是收集 然後收落就是把它凝聚的這個過程裡面 這個就是我們協作會議展出的全部 那但是公投呢 剛好是跟這個是後面的禮拜 公投做的是提案連署之後 它其實就已經在相當於 概念發展的這個階段 因為它是一個特定的解決方法 而且呢它到最後呢 它也沒有聽過什麼測試評估了 它大概就是這樣子 就直接執行了 就是因為你投出來嘛 具有具處理嘛 所以就是說第一個收門檻 當然不一樣 我們這邊是說 五千個人就可以讓大家 就是論詞來進行這樣的文言 討論 那公投那邊當然是 好像二十幾萬人嘛 就可以排入一個正式議程 那我們這邊最後 領取出來這個公式 它最後還是要在行政院的 選擇範圍裡面 至少是行政院一個部分的選擇 像那個休假規則 要靠市院會先嘛 那但是至少行政院 是裡面一個parting 一個部分 那所以同樣的 像明春期當然在體的那個 就是現場必須要同意嘛 但是因為橫立醫院 是衛福部直營的醫院 所以當然是從中央播下來 那所以它必須要行政院 在此可以做一些事情 但是到最後還是由行政院長 跟各部會的首長 去做出最後的政治決定 所以以終於提案來講 就是我們出一個四十場 左右的這種協奏會議 大概有二十場 最後就是院長 或者部長 欸真的買單了 大家只能收到 只能解決方案 我只能按照體案人所提的 但是經過那個 集思狂議 就是一個更好的做法 那或者是就本來的做法 那我們就通過了 那不管它是在油門 像這個在橫春的這一案 才轉方向盤 或者是才殺蛇 像玉兒白寶牆那一案 就是大家覺得玉兒白寶牆 真的沒有什麼實際效益 所以就以下隊員連署 來踩沙車 那衛福部長 就從山日圍圖找到 來踩沙車 就沒有辦法發玉兒白寶牆了 對 所以這時候 那當然就是有一些 就是招案通過 那但是也有一半 他必須要改市區 到最後就不施招案通過 我們是用一個 更有創意的解法 來解決當初所提出來的 這個想法 所以他不會被 一開始的那個 提案的主問所匡限 一開始提的這個 就是一個問題跟願景而已 但他跟後面的這個問題定義 可能已經不一樣了 在石區案就是最好的例子 但是如果石區案 今天是公投的話 那就不是這樣 他在中間沒有一個 凝聚的這樣的一個空間 所以他可能是從這個問題院前 一下子就接到問題定義去 那因為人數比較多 所以一下子就跳到執行去 那所以我想這在學理上面 是寫作跟公投 目前比較大的一個差別 就是我們因為拘束力比較弱 到最後行政院還是要付全部的正式責任 所以我們很可能收到的 只是一個比較弱的 就是他才都覺得重要的一個問題 大概到這個程度而已 以及一些可能的可行解法 可能最多到這樣子 但剩下的還是在想要我們 行裡面去處理政務管 和消負責任 但是公投的話 它是一個bypass 它等於到這邊之後 就直接跳過去了 跳過去之後 不管它是不是可行 就是要走這樣 所以我想學理像這個是公投 可以跟我們寫作會議 最大的一個差別 那不過既然都講到公投了 那我也多講一下好了 就是說在理論上 好比像說在Portland 在Oregon 或者是在一些有公投制度 他們現在是在公投前 有一段就是強制討論期 那這個強制討論期 是這樣的設計 就是好比像說在人民裡面 隨機抽出了100人 或者是108人或者是300人 然後呢 讓他們用類似協作會議的 這樣的情況 在所謂的經營程式 就是在專家的協助之下 去進行發散應收斂 就是在左邊第一階段 這個部分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確保說這個討論 其實可能讓很多人看到 所以就可以想像說 它在公視就會播 這樣子討論的整個過程 不是只是討論的結果 那所以如果公投前面 接上這一段的話 那當然也有可能說 那公投它變成一個 凝聚共同體的想像 而不是好像 就是挑戰共同體的想像 的這樣子一個情況 那這也是一個可能的 發展的一個方向 就是說 我們的公投法其實也有所空間 只是說 在這次中選會 他們因為第一次執行 這麼多案的公投 所以他們最後是 以一個可行方案的 限制裡面去說 好那我讓大家正反描述評的 但是他們並沒有試著去 就是做任何引導 或者討論 或者揮納的這個工作 但是至少描述是平等的 這樣子 那所以我想未來還是 協作的部分 跟公投的部分 也許還有更多合作的這個機會 但是目前並沒有說 依法它必須要去進行 像我們協作規定 這樣子的一種討論 好那因為有答應說 5點鐘 就休息15分鐘 那就歡迎在這15分鐘裡面 都這個 歡迎繼續提問一下 跟幫其他人的問題按讚 那我們就大概5點15分鐘 然後回到這次的觀看 謝謝 上次的公司不管怎麼增資 它的實際控制權都還在這個NPO手上 就是所謂的控制權所定 那第三個就是所謂的公益責任所定 就是說 那我們這個NPO每年都要寫公益責任報告 那同樣這家公司 我們也給他一個 用上公評證 可以上載他的公益報告的地方 那在商社裡面互相扣我的說 那我們每一年這個NPO 他做他的公益責任的時候 他的公司同時也揭露他的公益責任 所以意思就是他在責任上 控制權上跟使命上 都跟他的NPO沒有兩樣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承認說 那他這兩個是一個實體 這樣子一個概念 那所以這種情況其實在國外是很常見的 但是在台灣是因為新的公司法 所以我們才正式可以全面上載 因為以前公司法第一條 以前公司法的第一條是這樣寫的 就是公司移民利為盟 就這樣 其實以前公司法的第一條就是這樣而已 那我們11月1號上載的公司法是說 公司得行政經公共的抑制行為 那這個抑制行為的意思就是說 公司法是可以質疑盈利為目的 我沒有說你問你盈利為目的 但是如果我在張室裡面明定 比如說像有優勢伙伙似 他是一個我們叫做Social Business 社會型企業的一個提上者 那他創意的這種方式呢 就是在公司張室裡面說 如果你是股東你投資我100萬 我賺到100萬的時候我會給你100萬 但是從101萬開始我就不再分配鼓勵 我就把從101萬開始 我就開始不斷重新投入同一個社會使命 所以我等於投資者最多只能拿回他的本金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呢 他既不能說是捐助 因為捐助你是都拿不回來 但是又不是傳統印象投資 因為你不可能賺錢 所以這個就是介於捐助跟投資中間的某種東西 那他叫社會型企業 那這家公司開始賺錢了 他可以設置公司 那同樣的道理 他這次公司也必須要繼續執行 像中的社會使命 所以你可以說他是用一個公司型態 但是他在做慈善事業的這樣子一種概念 所以這個現在是叫社會型企業Social Business 那這個為什麼加一個型 就是因為有些社會企業 並沒有像有博士那麼激進 所以他們是覺得說 然後畫面像說我的盈獄裡面 我可以保留50%繼續做的公益使命 另外50%我還是可以分配回股東 這也是一種很常見的一個無無拆的這個拆法 那但是這些總是都是所有的社會企業 那在以前用舊的公司法 那其實別的股東 或者甚至是一般人他的利益關係 都是可以說 那你違反公司法第一條啊 公司法第一條就已經說 以營利為目的 你怎麼可以同時有社會目的 跟環境目的呢 但是我們新的公司法上面 我們就是說 你章誠寫清楚就好 你寫清楚 我要多少比例在配在什麼目的上 那就是你的股東自己合一同意的事情 那你的投資人也可以很清楚 那393條裡面也是說 那如果你揭露你的章誠的話 那我們就會在我們所有台灣的實習登錄裡面 我們就專門有一個專門的標章 就是說那你的章誠是有揭露的 揭露的話呢 那我們就是掛你賣羊肉 掛過頭啊 那麥口肉 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可以講清楚說 我家公司 雖然是公司型態 但是我在做的是 好比像說 幼稚教育 或者我在做的是 接近選資源 或者我在做的是 聯合國這七項有續發展目標裡面的哪幾項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全世界的投資人都可以知道說 那我如果要創造這個情況的影響力的話 那我可以來投資你的公司 這個叫做影響力投資 那所以我們目前呢 在明年的二月 所有目前的大學正在做 USR 就是大學受的責任 我的計畫 都會用聯合國這七項 用具發展目標 129個西項指標 來具細靡地去填說 這個大學跟在地社區等等 一起這個結合的計畫 到底是要促進哪些東西的發展 那這個我們就可以把台灣放在全世界 像GSMA這邊有一個SDG Explorer的一個地圖上面 我們就可以一目瞭然的可以看到說 全世界正在做不同顏色代表不同能力發展目標 正在做教育的 正在做結束貧窮的 正在做氣候變形行動的等等的計畫 到底有哪些 我們就可以有一個互動式的地圖 來讓全台灣或全世界都可以看到說 那我們所有的公司型態的朋友們 合作社型態的朋友們 NPO型態的朋友們 大學型態的朋友們 個人工作室型態的朋友們等等 正在解決哪些的 具體的社會跟環境的問題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第一個它不會有好像 實名飄移的問題啊 就是拿了錢就能去做別的事情了 那第二個事情也是說 它可以很容易地打群架 就是說在解決同一個社會問題的過程裡面 那每個人都是夥伴嘛 那所以呢 像這個多福接送這邊 它就在這邊去進行了掌聲揭露 那你按掌聲揭露 就會連到經濟部那個公視資訊場 服務網 那在這個服務網裡面呢 就會非常容易地去看到它每一年 多福的這家公司 它對於它的 不只是股東而是所有人 它的章誠自願揭露的事項 總決算法應遇攻擊等等的這些處理方法 那這樣子的話 那就可以吸引到潛在的 對這個議題感興趣的 就是對身上或惡靈的朋友們的這個 行動的社會問題加以解決 感興趣的這些投資者跟消費者們 那所以就是說第一個 政府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重點它預承 它的重點不是在我們把 特定的一家企業加以預承 這跟川普的預承的想法很不一樣 我們在社會創新的方案裡面 我們在預承的是什麼 可能是價值 就是說 是去告訴 所有的大學階段 在做USR的朋友說 不是大家屁門造居 而是大學可以當作一個智庫的角色 然後去聯合在地方 所有想要做社會創新的朋友 你旁邊就有那麼多的 維持工作者 協會 基金會 社會企業的合作者型態 公司型態 這些都是你大學只要用這17項 169項 西項只要一天報你的USR計畫 我們馬上可以幫你媒合的資源 這樣從USR計畫 2加3年結束之後 它就不會消失 它就會變成是一些能夠融入地方的 社創生態系的東西 那第二個呢 像內政部對於這個合作經濟 他們一直也都很希望說能夠 有落實在交易嗎 可是目前 在台灣 如果是這個 比較大型的企業 聽到合作者 大概就會想到信用合作者 那我們一般的老闆系 聽到合作者 大概就會想到小費者 大概不會想到別的東西 但是 那是因為它在小學階段 對於那個 原生社的那個印象 就是 嗯 就是沒有很有趣嘛 對不對 它裡面就是 就是很健康的一些 你大概有固定會買的一些食物 然後呢 就算真的買了食物 我們呢 這個為什麼 支持合作經濟 那個社員到底是什麼意思 那個中間的民主程序是什麼 大概完整的體驗過的 真的很少 那為什麼這樣決定 就是因為 其實合作者 在2015年 就像我們新公司法一樣 合作設法有一個新合作設法 那這新合作設法裡面 以前是消費歸消費 生產 運銷 利用 等等的不同形態 你們合作只能做一件事嗎 那修法之後 除了信用金融之外 其他部分都可以多角化經營 所以 消費合作設 也可以跑去做一些 就是生產 運銷 那勞動合作設 也可以去做一些 服務的 這個利用等等這些工作 所以 以前的合作設 其他形態 現在每個合作設 都可以多角化經營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當然一方面 合作設就有一個 復興運動 像我們就看到一些 新的農業合作設 就有一個一個出現了 像中毒農合啊這些 那但是二方面 我們也看到說 那有些像 廠商為年齡 對於出社後 勞動合作設 到底他 到底要不要適用勞機法 這個就會變成一個 很大的困難 因為 就是 理論上勞機法是說 雇主不能去剝削員工嗎 因為是勿容關係嗎 但是合作設 每一個社員 都是自己的老闆 所以 這就有點像是 一人公司的情況 或者是 自然人承擔的情況 就是你要去 反雇主到最後 你還是反問員工 雇主跟員工是同一批人嗎 那這個情況對於工務門 是非常不習慣的 那所以 我們最近的社會 創新的一些偉意 因為我是 這個工作品牌的 招集員嘛 所以我們才剛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會把 勞動合作設 裡面區分成 實質上有 雇用關係 指揮命令啊等等 他不具有實質參與權的一種 跟 他真的就不是雇用關係 他就是社員 他加入 就是為了做這件事情的這一種 那他如果不具有雇用關係的話 那我們就告訴他說 好 你還是要保值的保險啊 職災啊等等 但你在 滿足這些 相當於老計劃需求的情況下 我可以認定你 並不具有雇用關係 那你就由內生部 而不是到門部 來進行檢查 那這個就 分得非常非常清楚 所以以前 他們在拖標的時候 都會要付一些 什麼切結書啊 雇用關係 什麼切結書 他們根本生不出來 因為他們就不是 有雇用關係啊 而且他們也沒有商業 有更登記啊 那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把它Relapse 變成是 你有睡幾登記就可以了 那甚至 未來所謂中小級行商企業條例 修法 恰一次修法的時候 我們也會把上公登記 可能會跳成成 睡幾登記 所以這樣子嘛 合作社就可以准用 很多中小企業的 這個獎勵的這個條例等等 所以就是我們一步一步 是把合作經濟的這個價值 培育到實際的學生 以及是生員士的這個心理 讓大家知道說 合作社不是只是消費合作社 可以多轉化經營等等 但是我們並不是要 要挑哪一家 像什麼實際合作社 或什麼合作社 一定要把他養到多大 不是這樣子 這跟以前的 補助型政策 是很不一樣的 我們現在是 價值協調性的這個政策 所以這個是所謂 永續發展儀式的這個神根 那當然其他的部分 我想最重要的是 法規相關的障礙排除 因為剛剛講到的 不管是像 NPO要控制公司 現在的勞動合作社 說那這樣子 我們這個社員自行 約定市場 我想跟老幾方是 互相干的 等等這個 無一不是說 法律既沒有明確說 你可以做 也沒有明確說 你不能做 那種灰色地帶的東西 那種東西 在沒有一個 就是各部位一致見解的情況下 常常我們看到 就是說 大家到不同的地方 然後不同的部位 就可以有不同的見解 那人民最怕這個情況 因為這樣的話 就是你什麼都不能做 就是 因為你做的怎麼樣 都會有不同的部位 來到你的船 所以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發明了一套做法 就是叫做 社會創新群回 剛剛講到就是說 我一來三都在空中 社創中心 我們每週五 也常常在社會中心搬新座會議 這兩個是有這樣的 那我大概現在 每個月兩次的週二 我就會去台灣 為什麼 因為我發現 禮拜三有了這個office hour之後 會來找我的 不是住在北部的 就是住在高鐵旁邊的 那意思就是說 對其他人來講 他還是要付出 四個小時以上的旅行成本 才能夠跟我講到40分鐘的話 那而且他們在夜市的結構 有可能也跟我喜歡的不一樣 所以 從各種程度來看 都應該是我 跑去他們那邊 不管是去馬灘 部落 或者是去台東的這個 就是 普通園他們 富裕那個土地的 一些原住民族 應該是阿密斯 或者是 一些 邊鄉啊 離島啊 總是他交通距離越遠的 他離高鐵山越遠的 我就越應該去嘛 這個是很明顯的一個概念 好 所以我去的時候呢 通常像這應該是華連 或者是跟在地所有這種 有礦物跟問題的朋友們 用一個時間 大家會一桌 來討論 那討論的時候 更遠的像台東的一些人 都可以用視訊的方法竊賣 這套為什麼能夠在台灣成立呢 是因為在台灣我們有一個 環境安全嘛 的這樣一個政策 就是說你不管在哪裡 你沒有10個Mbps 你想要接10個Mbps 沒有接到 那就是我們的錯 所以即使是在不利益的偏鄉的地區 那我們都會想盡辦法 讓大家可以接得到 10Mbps 即使是像東沙島 也不意外 居銷移民大 如果連東沙島都想盡辦法 用這個ST2 用10Mbps 那其他地方更不用說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不管到哪裡 我都可以確保說 那在台北的12個相關的 社會創新相關的部位 他們也是一樣的就在台北 然後透過移民 就像剛剛講的 兩個回憶場的那個情況 實際上是兩回小拉的更遠了 其中一個在台北 那另外一個就是 隨著我跑嘛 那我都是去在地的地方 有時候還會住一晚上 先跟族人們 或者是先跟在地的朋友們 先了解他們的生活環境 那接下來就不是一個協作 但是跨部門的 也是跨距離的 所以地方政府的朋友們 都會在當地現地 他們不用帶族人來台北 那但是台北12個部位的人都在 所以以前常常他在公文 然後就像剛剛講的 這個拼空挑戰 就是內政部說 我們要會衛福部 衛福部 會小龍部 會小龍部 會什麼的 然後到最後一定會衛福發會案 然後到最後這個 這個可能會五個月 會再下來 可能到最後已經沒有人記得 當初的問題是什麼了 那但是這個情況下 就是非常及時的 就是他在原地拋個球 台北這邊就得接 而且他接到的時候 他不能說 我等一下會衛福部 會衛福部 因為會衛福部就坐在他旁邊 所以就說他會 應該是整個事情 才對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大家都不得不很有創意 那可能我們也要感謝 賢安兒們 就是他們在空中 已經很習慣那個環境 所以每個人踏入那個環境 看到那個足球場 看到那些賢安兒們的 化作的時候 都會進入一個 比較創造力的一個情況 所以就說大家真的在那邊 攪盡腦汁 像很多剛剛講的這種 成年保安的這種 很創新的 大家彼此都不犧牲的 一些解決方法 所以我們目前已經解決 非常非常多的 這種化過貝的問題 大概就是靠 我就是站在這批朋友這一邊 然後想辦法來這個 質詢 這個大部分都是科長 或者是處長自己的朋友們 然後他們要想辦法 協調出一套解決方法來 那如果協調不出來的話 那當然我會開後續的會議 那如果當下協調出來了 但是到最後實行上 有些困難 或有些政治責任的話 當然都是我要來吸收 所以對公務員來講 這也是比較有保障的 因為他們不會被決的是 土地搶傷 以前的問題都是說 他彈衣來跟他申請 然後我就讓他過了 那也沒有別人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過了五年 土地罪 那現在因為這個是 完全公開通明 每個人講的每個字都 兩個禮拜之後 就公布在網路上 下一次詢會 馬上就可以看到了 所以第一個你可以 街坊討論 那像合作社 街坊要三次才討論完 那但是第二個 最重要就是他 完全沒有土地的問題 因為很明顯是 為了公共利益 如果這是為了私利的話 再想別人 早就會指出來了 所以公務員在這邊 提出一個創造性的想法的時候 他是絕對不會有 土地問題的 那這個對公務員 是一個很大的保障 就是你可以減少大家的risk 那第二個是說 因為這些都是成年老案 所以你在這邊解決了 那我就會在接下來的上書專欄 就會在我的演講 就會在各個地方去 不斷地去稱讚這些公務員們 所以就是說大家會有credit 那第三個是說 那又因為這些成年老案 所以當你真的解決的時候 大家都神秘 那以前這個勞動部 跟這個內生部 就合作社會 也不知道幫我們 反過多少次 每個都是這個 我們這個客廠們的 這個寫漢跟青春 那就是說 大家浪費時間 在這時候 就是不斷地互相解釋上面 不論你就是 有一個一致的見解 然後就把它解決掉就好了 解決掉的時候 大家都有更多時間去做 更多有意思的事情 就不用一直耗費在這些 主義確認上面 所以因為其實我跟公務員們 相處了這麼久 四年多了 大概就是 其實公務員就是希望說 問題可以解決 不要一直解釋問題 一直解釋問題 誰也不喜歡的 但是為什麼被逼得不得不 一直解釋問題 那就是因為剛剛講的 就是可能 就是 就是 大坡沒有上啊 這個 對 做有功無上 大坡要賠啊 這樣子一種 很不幸的一種 武藏式的文化 所以我們就試著 創造出一種新的空間 就是說 那如果有創新的話 那他都什麼應該就會 那 但是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是我做 那在這個情況下 就大家感覺上 比較容易 也比較願意啊 去實際看到 在地的這些NPO 或者是這些合作者的需求 然後去實際解決這些 一些法令上的一些問題 可以讓我們想說 要怎麼樣解決現在的假新聞 以及中國網局 操弄條件政治 情勢風向的這個情況 那首先就是說 我想在操弄條件政治情勢的 也不只是中國網局 應該各國都有 因為網路就是一個境外 你在網路上其實就已經沒有分國界了 那現在挑戰的基礎怎麼發達 所以不是說中國沒有 但是各國都有 這是一件事情 那第二個是說 我們現在在行政院 其實很快 也就是說 應該就會有一個非常完整的一個方案出來 那這個方案 目前因為還在討論過程裡 而且我們沒有在行政院發布的原因 就是因為 就是我們不想對行政院造成影響 那但是事實上就是 對於這種所謂的 惡假害 就是故意不實危害 的這些訊息 我們從怎麼樣提升大家的辨識能力 到怎麼樣及時的去 讓它的傳播力下降 然後到怎麼樣找到 這個訊息的散播的路徑 然後以及怎麼樣去 去喬接目前所有可用的法令 到一部叫做 社會公信傳播法 目前正在立法院審議 等等是目前的 蠻正密的一個規劃 但是因為我只是寫案證文 不是助責證文 所以不用在這邊暴雷 但是應該很快就會有一些對策出來 那不過我這邊可以講 一些已經存在的做法 就是我們在這邊有一個 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有用LINE的話 這個有沒有裝的一個東西 叫做真的假的 那我首先要講的是說 它沒有什麼性別 其實你每次重新整理這個網頁 都會看到有各種的人稱 OK 對 好 那這次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 它是你一個LINE的好友 你可以把它加成LINE好友 然後呢 你如果有LINE的話 歡迎現在就加上好友 然後 那加了好友之後呢 你隨時看到一個留言 你不知道 欸真的假的 那首先它養成大家 先問真的假的的那個習慣 那這個其實就會從異分貼音 馬上就要轉傳 變成LINE的呼吸和氣 想想這個到底真的還是假的 這個心靈的content 就已經累積一層了 那第二個是說 如果你真的把這個訊息 轉傳給這個機器人的話 這個機器人它還真的會回來 歡迎你說這個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意思就是說 這是有點類似我們當時 在處理垃圾詐騙郵件的時候 的一個做法 我自己是當時的spam wars 就是在處理垃圾邮件的時候 的一個開發者 那我還記得在大概2000年的時候 有一陣子大家都覺得 Email快要完蛋了 因為每個人都可以不花錢的 不買郵票的就寄給任何人 所以到那個時候 大家的信項一開出來 大概全部都是什麼 奈吉利亞的公主 什麼有100萬 什麼叫一個什麼 安全的帳戶什麼東西 那就是一些 釣魚垃圾詐騙的那些邮件 非常非常多 那我們要怎麼解決呢 我們其實就是用群眾智慧 加上輔助智慧 就是所謂的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加上machine intelligence 那當時當然還沒有所謂的 deep learning 沒有這個深度學習 我們用的是 basic filtering 就是類似學習 但是那也是一種學習 那我們在做的方法就是 我們希望有一小群志願者 不用很多 像真的假的大概五六萬人 才用而已 不用很多 他收到訊息的時候 能夠去檢舉說 這是假扁邮件 這是垃圾邮件 這是垃圾邮件 然後呢我們就有一個 堪定獨立 終於公開的堪定 叫做飯house 就把所有的這些舉報 都放到這樣子的一個網絡 那這個網絡呢 會開始用人工智慧 分析這些垃圾 垃圾邮件 它的轉傳路徑 以及它的signature 就是有點像是 它的特徵指紋 然後接下來 它就會通知所有的 郵件的主機商 說從這樣子來的路徑 符合這個特徵指紋 你要讓它 比如說等一小時 才讓它遞送到路地底 就是所謂的pandy類 money potty 有各種各樣的技術 然後呢 從這樣子就可以去觀察到 它後面到底是機械 還是真人 它是一次太陽發送 還是少量發送 然後你這樣子在觀看 然後你打開一陣子的時候 就可以有道理的去說 好那這應該就是 垃圾詐騙郵件 那想大的一點的 像Gmail Harmmail這些 他們都有加入這樣子 一個網絡嘛 所以等到它的信心 直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那你就再也收到這個郵件 你得特別去按 垃圾邮件的那個修行假 你才會看得到這些 這些詐騙郵件 所以前後我們放了大概五年 大概 但到最後 垃圾的問題是解決了 但現在已經很少人在說 Email已經破產 Email不永了 這樣子一個情況 所以就是說 我們現在面臨的這個狀態 其實就跟當年 在Email不永了 剛出現的時候 狀態是很像的 就是說 一方面大家都好像在暗處 因為在LINE上面 LINE公司就主張說 因為我都直接對點加密 我也不知道 大家在上面傳什麼訊息 不會大家傳什麼貼圖 我們是知道的 但是 但是透過上次的舉報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目前在台灣社會裡面 目前最常的謠言是哪些 所以我們就可以很快速的看到說 對果然還是這個 450萬合輯的那個是最多的 然後 什麼 中選會傳給 沖頭出文 可靠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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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健康的 這樣 因為我剛剛這個 我就想到一個問題就是 好像感覺就是 闢謠都可以造謠快啊 對 對 就是剛剛關於那個 就是有點像 顧佳武那樣的謠言 但是 不管怎麼闢謠 長輩還是在民用長輩都在共產 像是 對 那再來就是政府做 就是說 這是一個 就是政府的問題 有沒有什麼方法 比較可以處理 他就是說政府在做 包括剛才那個 電影台 對 對 你說說 怎麼去各種各世代之間 去落差 東西 因為電影院會使用 但是 可能就沒有辦法去觸及到一些 比較 對 第二個問題 比較好回答 所以我先回答 那然後我剛剛 應該沒有 停在這一頁 停太久 會造成 心靈污染 對 好 OK 那 對 那第一個 我同意 就是我同意我們這個澄清 不可能有造謠那麼快 目前平均起來 過倍的即時澄清 大概是四個小時多吧 我們是盡量以四個小時為單位吧 所以再快 大概不能快 我們超過四個小時了 那當然那種重大過案的 當然瞬間澄清 但是以這種平常的來講 四個小時我覺得已經很好了 但是造謠不用花四個小時 所以就是你講的是 數學上的整理 就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但第二個 回答我先回答 我們看像公共這次網路 參與平台 台灣2300萬人 目前大概500萬人 有在使用 那所以其實也不少 大概四分之一的人口 那但是呢 在這裡面 我們看到兩個使用的高峰 一個就是 學生的這個族群 那因為時間多 那第二個就是 退休族群 因為時間多 對 所以就是說 我覺得台灣的那個網路 是 真的是 不分連擊大家都在使用 尤其是手機普及之後 如果你只是人家LINE上面傳一個連結 要你去拉票 要你一定要去連署 那其實長輩們完全會用 說明用的比連結還要快 對 所以就是說我們實際觀察到的 並沒有那麼大的年齡的落差 但是比較存在的事情 這樣都不講 這個真的是有 就是 在六度或者是 外面網路比較快的一個地方 比起偏向 或者是一些 就是 原住民族 那原住民族那邊 可能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救援平衡 整個都是就是探子嘛 那所以 他們目前沒有辦法 用他們自己的語言文字 來參加 那這個也是我們要解決的問題 有各種這樣的問題 所以確實就是 我們不管把介面做得多簡單多方便 它還是沒有辦法完全解決 這個不平等的這個問題 所以 我們這個沒有辦法徹底解決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 用別的方法去補嘛 那像我剛剛這樣的巡迴 是一種方法 那另外一種方法是 像台南市也採用我們 開放政府聯合人的制度 那他們其實也是有透過巡迴的方式 他們叫公民會議嘛 那當時是賴清德市長的 在連任的時候 他也是以開放政府作為他的政見 那連任完之後 他在議會之間就產生了一些摩擦 然後所以他就有一段時間 就是跟 不是很願意進議會 那他不進議會 要怎麼跟人民交代呢 他就巡迴到美群去跟人民交代 所以他當時就是裡面很習慣 這樣子的一套 就是說我們直接走進民間 甚至是最邊緣的地區 那這個也是一個方法 那另外一個方法就是說 那我們就完全是把網路 當作一個紀錄的工具 我們讓在地的朋友 就是用他自己的語言 用他自己的習慣 可能在廟口啊 來個新的東西開講啊之類的 但是我們盡可能地用先進的技術 360直播或者是一些方法 讓他們的討論 不是討論完就散掉了 而且討論完就能夠吸納到網路上 變成下一次討論的樣分 那這個像台北市政府社會局 之前有做過一個叫做 社會住宅的分配方法的這個討論 他們就是這樣在用中語平台 就是他們不是要中語平台來做決定 因為當時的社會住宅 他們在這樣子說抽籤幾點啊 選籤等等這些制度 要怎麼樣公平的分配給 好比像說原住民族啊 失能的朋友啊 這個 這個災民啊 就是他的這個房子 因為現在不見了啊 或者是HIV代言的朋友啊 或者是剛剛講的一些身心障礙者啊 或者是等等的這些朋友啊 那你如果要這些朋友 全部都來網路上面做決定 到最後可能三個原住民 青年就壓倒一切 所以意思就是說 這大概不太可能 用網路做決定 但他們做的方法也不是這樣 而是說他們去實際透過溫水球的方法 去瞭解到透過社工 瞭解到這些第一線的朋友的處境 他們盡可能即使他是完全太陽翻在床的 也是盡可能的用直播 然後搭配上手語老師 搭配上即時的字幕 搭配上各種各樣的翻譯的方法 讓明明因為身心狀況 沒有辦法在同一個地方的人 感覺上向在同一個地方 然後去進行異常設定 那這樣子討論出的功能需求 有點像我們社創重新討論出 社創重新對於空間的功能需求之後 我們再交給專業的設計師去規劃 那這個時候 這個規劃是特受公平的 網路的人可以提意見 可這些意見呢 不能夠去預約 一開始的這些真正的理理相關者 他們設定出來一些基本想法或原則 那這樣我們才可以去突破 所謂弱弱相殘的這樣的一個問題 因為這樣就可以看到一些混居的可能性 好比像說 假設聽障者 那他可能比較可以接受說 他可能是住在 可能是有 郭董或者是 有 在這個自閉光譜上面 他會一直做出一些 呃 聲音動作啊 這些的朋友 還有這樣子的肢體的同學的需求 那他剛好聽不到之類的 就是說 我們在討論過程裡面 會有一些新的可能性會冒出來 那但是這些 如果你不讓他們先 彼此看到或聽到的話 其實是沒有辦法冒出這樣子的可能性來 所以 Design for a Clutch 就是為了寒容而設計 這個一直是我們在對於開放政府的時候 最重要的這個脈絡之一 所以我們才會 特別在國際上面 都接受的就是透明參與 跟當責 這三個支柱之外 那台灣特色的開放政府 特別加上了寒容 就是英俗巡 那英俗巡就是你剛剛說的 就是當我們在討論 那個關於我們族群的題目 或某一個地方的題目的時候 就是 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就是關於我一群人的事情 一定要有這群人的參與 而不是只是找一個投人來就算數了 而是每一個人要通道 那所以脈絡對我們來講 跟事前的資訊的充分揭露 中間的這個參與 以及這個參與 到底哪些可實現 我們會不會像其他的一些 推到政府的地方 只推前三下 然後約腿 就反而把一些人推出去 這也是我們要一直記在心的事情 那回到比較難的問題 我們真的假的這種平台 它完全沒有其實政府的人 或者政府的錢在後面支援 它完全是一個公民的一個平台 那它所做的事情 其實也不是一個公民的一個平台 不是真正 就像你說的 其實會轉傳來做會轉傳 所以它做的事情是什麼 它其實是把 本來在暗處的東西 把它看到明出去 就是說 在以前 這些它都是在特定的群組裡面 才會看得到的 你其實沒有辦法像 我現在叫做暗圖所記一樣 告訴你說 目前最流行的謠言有哪些 那當然也沒有辦法 把它放在上面去說 這個去進行 去進行回應 所以說 這個進行回應之後 每一個謠言 它都會有一個自己的網址 所以我常常就看到這個網址 變成了Facebook或PTT 或其他地方 二次討論的這個來源 那這個是什麼呢 是有點像一個抗體的概念 就是說 在一個病毒它還在做A-B testing 它還在做測試 還在做研發 因為有時候它也不是人為的 它就是突變突變圈一圈 就出現一個變種 就跟連鎖性一樣 它就是特別有感染力 你說是誰製造的 可能有四個人都參了一角 那所以你也不能說哪個是首謀 可能每個都有做一些變造 但到最後就是 就是打擾我們 就是有傳染力也到最後會贏 那正假的它的目的就是說 再演化到HGNG 大爆發以前 我們先把這一株病毒從暗處 把它揭露到暗處 然後大家就被標準調做討論 那這樣就是什麼好處 就好像疫苗一樣 疫苗就是火星弱的病毒株 那這樣我們自然在心裡 就已經有個抗體 就知道說 這個是謠言 那所以下一次當他演化成穿力強的時候 公衛的概念 譬如是每個人都要預防接種 一個人群裡面只要有一定怕數的人預防接種 那他在傳的時候就會受到阻礙 那所以這是所謂心靈的抗體 那當然有一個很好聽的名詞叫 媒體試圖 那就是 那但是媒體試圖 當然那是有它的極限 所以呢 這邊就有第二條訪線 那這個也是公民社會成立 也叫TWFCC 台灣市場的中心 那這個同樣的 他也不是政府的錢 或是政府的人 那在他做的事情 就是說 他可以去做一個查核報告 然後呢 這個查核報告呢 就蠻重要的 他會比較說 這是新的 我也沒看到 OK 所以你看 這個就是兩個平台 互相協作的非常好的例子 你看它的背景就是 我們本來不知道有這個東西在去組裝 但是有人報給了真的假的 所以他就扶上來了 扶上來之後 我們就發現這是一個重要的一個謠言 那所以這個謠言呢 我們就馬上就開始進行處理 那 所以 第一個 不是11月14號開始 而是投票日當天 那第二個是說 只是 11月14號進行的只是民意調查 而不是跟投票相同的東西 那接下來就是說 那接下來就是說 競選獲法女活動 其實是有明確的定義 不是說你不能提到候選人的名字 什麼之類之類的 所以就是說 它這邊用這個調查報導的方式 去具體你的 去對於這一則 正在亂傳的這件事情 去進行了具體的一個澄清 那這個報告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台灣市場的中心 它是國際IFCN 就是Internet Factoring Network的議員 它成立沒有多久 就被納入了IFCN 就是Pointer的一個國際組織 在這個國際組織裡面的會員 享有演算法參數設定權 意思就是說 當你 任何一個IFCN的會員 發布了像這樣子一個 可受大家檢證的一個報告之後 任何的大的公司 不管是Google Facebook 還是任何其他大的社群媒體公司 都可以用這個當作它的參數的權重 那以Facebook為例 它就有承諾說 IFCN來的這些 我們就會調降它的傳染參數率 那目前好像調降到百分之十幾 就是會變成以前不到五分之一的傳播率 就是說 被它拼搖過的訊息 它接觸好的人 會變成以前的不到五分之一 這樣 所以這是目前一個具體在演算法上面的處理方法 那當然還有很多很多的處理方法 那但是就是 我就不報別的張美的雷了 但是就是說 我們慢慢慢慢地會不會長出一套 有點像是免疫系統這樣子的東西 但是 不管是真的假的 或是在思想的中心 都還很年輕 就是以我們之前處理 垃圾郵件的經驗 大概要四五年才能夠熟練到一套 大家彼此之間都互相相信 有公信品的這樣子一個組織 那在台灣這個才都剛開始 一年不到而已 所以就還需要一些時間了 但是我自己是蠻樂觀的 我覺得到下一次選舉的時候 或者說可能覺得會比這一次好 那你說這一次真的完全被這個factor左右嗎 好像也還沒好 對 那所以就是說我覺得這是不亂在進步的 但是這一次確實有這樣子的情況 那這樣子的情況所造成的影響 是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呢 我個人覺得應該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那到了下一次選舉的時候 這個因素希望可以更重要的一些 對 現在政府在公開透明題 效率改善方面做了這麼多 為什麼絕對說的民眾都不知道 效率改善是這樣子的 這個 我們班農師同學曾經打過 也有比方 就好像這個白血溝通不通 就是如果它不通就溝通不通 那 演出來了 這個所有人都知道 所有人都罵 那但是就是如果它很順暢 不會有人專門去稱讚說它好順暢 沒有 至少再去做別的事情 對 所以就是說 基礎的數位建設就是像這樣子的 網路不通的時候 所有人都罵 這個4992 這個4G頻道 怎麼樣 那但是網路 這個中華接近改改層 都通了IPv6 現在這個 在世界的改名 就是忽然之間到了 先進 我從來沒有提出大家 一片叫好說網路好順暢 沒有 大家都去做別的事情 所以這時候 我們做資訊工作本來就是這樣 就是 資訊訊的這些東西 它增進再多效率 你增進的時候 也許大家高興一下下 但是很快的 就像在高地可以往愛台灣 或者用其他的上網一樣 大家現在都覺得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我也沒有看到有誰 特別在聖誕這件事情的 對 但是實際上這個賽事件 都是很難得的事情 對 所以這個我覺得就是 事實上就算 就是說你人的期待會學長穿高 那所以當你覺得 這個 四驅很快 但是四驅擁了兩年 一個月之後 就會覺得理所當然 然後我們現在就要討論五驅了 所以 第一次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我想 並不是不知道 而是知道之後 它從有感到又覺得 世界不就是這樣嗎 但這個時間 大概只有一個月不到的時間 對 所以事實上就是這樣 就像 好比像說我剛剛講到公務員 本來只能請半天假 現在可以一個小時請假了 欸我投出來也是啊 幾百個人暗脏啊 很棒啊 但是跟你拿賭一個月之後 他就覺得 本來就是這樣子 這不是什麼就是這樣 是我們的應該的權利 這樣 所以就是說 凡是這一類的事情 大概都是這樣子 那所以 第一個是說 不一定都知道 是知道的 但是就覺得 世界不就是這樣嗎 這一件事 其實說 它後面的那個參與的捲動的人數 還是不太多啊 五百萬人看起來很多 但是實際上有 真的進入參與的預算 或是真正提案 遭到採納 或等等這些人 可能還是只有兩百萬人左右 那兩百萬也不能說少 可是它還是台灣 兩千三百萬人的 裡面的一個少數 那所以 我們接下來的工作 可能不是在全國層級 因為全國層級能討論的一體 大概就這些 我們的分度量也大概就這樣 而且反而是要走進地方 所以像台南市 才剛通過了 開放政府聯絡人實施要點 同樣也是每個局處 都會有一個人 專門去處理這些 就是網路上面 或者是其他的 異想設定者的一些想法 那但是 我們從中央角度來看 我們在做的就是說 在這邊嗎 我們在做的就是說 我們去確保說 所有的這個 開放政府聯絡人的這個 實施要點 它不只是 資訊的事情 關卡的事情 或是聯合國會信用聯絡人的事情 或者媒體的事情 而是你要在每個部位裡面 結合這些特性的人 然後把它落實到 三級跟四級機關裡面 那所以一些特別針對民眾 有更多互動的部位 像農委會啊 財政部啊 然後衛福部啊等等 現在都開始有三級跟四級的機關 也開始加入這個 開放政府聯絡人的這個網路 所以它一方面是在中央裡面 像樹梢一樣 就是不斷的往細的地方長 那二方面是它會平行的 去往不同的 就是現實可能沒有讀啦 但是其他現實也 應該是有朋友想要採用這一套 所以等到慢慢的更貼近大家的生活 甚至公寓那些環境會 又會開始採用這樣子一套方法 來做討論的時候 那大家就會真的覺得說 那生活裡面很多部分 可以自己來設定 那這個在其他的 像瑞士啊等等的例子 我們都知道說 要兩代元左右才能夠到那個地步 因為它才會真的變成文化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現在所謂的價值培育 都是讓新的課 就是明年9月要上路 那個裡面盡量多融入 這樣子的一些元素 所以那些教科術廠 三面數據啊什麼這些 很多力氣去跟他們配合 去就是讓小孩能夠一開始就知道說 這件事情是我們可以參與的 那我們在這段平台裡面 有一個非常非常多標的列書案 就是讓塑膠吸管這個逐步消失 那那個很有名 然後這個也可能用了正確的圖 就是海龜的那樣圖 那所以這個它渲染力也很高 然後最後一點的效果嘛 環保署就宣布說內用的部分 慢慢把這個不鏽板或乾蔗渣或什麼東西 然後盡量的把塑膠這個間諜 但是我們實際在開始做會議的時候 因為聯署人都是取匿名嘛 所以它的那個匿稱叫做 什麼我愛大象大象愛我 所以我們就是取教的弟兄 我對他我就沒有想像 那所以後來來的時候 是一個15歲的一個高中女生 然後呢他為什麼提這個案子 是因為那是他高中一年級的 郭敏老師出的作業 那作業就是要搬上的人 盡可能地尋找 能夠捲動5000人的案子 到公司的CMP在來提案 然後呢他看了這個 國內外各個曾經造成 這個他的影響力 在案子之後 最後挑的塑膠吸管 他覺得塑膠吸管 是可以捲動社會造成影響力的 那所以他就號召這個同學啊 其實很好聊等等 欸果然一下子就幾千人這樣 那所以我就很感動啊對不對 就是說如果這個畢體設定者 是一個15歲的 而且是他的老師派給他作業 就是這個參與 那我覺得我們這個 下一代實在是太有前途了 那從他的同學角度來看 他們也很高興 因為從長角度 他們真的是翻轉了一個中大政策 就是中大政策 因為他們的關係提早實行 然後看起來整個台灣社會 也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他們超級有實際不感想 所以就是說多一點這樣子的例子 我覺得重點就不會只是 對政府或對特定的政權 而是說你們覺得民主政治 本身就是一個 我們有在裡面的參與的事情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在台北參與式預算 帶動的一群人 就是你若問他他的政治屬性 他不會再去用特定的政黨去說 他會說 我有參與台北市政府的什麼 什麼參與式的某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 就一樣是一批新的選民 我們在這次的選舉也看到的 所以我覺得未來就是大有可為 其實是可以更走的更西洋 走的更地方的 那這個我剛剛有舉了很多例子 就是包含沒有影響的 就是像失去的 把政策 但是才刹車掉的 像月白寶箱 那或者是這個制定政策的 像剛剛講的 不管是我們在衡存的案子 或者是我們最近還要處理東沙 這個要促進這個生態理由啊 等等的這些案例 這些案例大概都有 那但是最長背景的案例大概是這個 那我還是這個肯定一下 現在雖然已經這個容生別的職位了 但是當時的開放政府聯合人 財政部叫做楊晴騰 那這位專委呢 他就是看到 在去年的5月1號 有一位同樣使用英文評語 我們也不知道他身份的一個提案的 他的提案子 我們叫提點子嘛 通常都是提一個解決方法 但這個提案很特別 他提的是一個負能量 他說暴需人體難用到爆炸 而且也沒有提出解決方法 那他的主文就是 或者是負能量 就不浪費大家的時間了 那在這個負能量呢 這個一瞬間在網路上 真的是像爆炸式的一樣的廣傳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去年的時候 就是剛好Oracle這家公司 Java Applet的這個技術 把它不對勁使用 所以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用的是Net或者Linux的話 那你在報稅的時候 你第一關那個安裝元件 就會說請燒蛋 正在安裝元件 然後它那個彈珠石窗 會不會被封鎖掉 然後呢 所以軍修公共商務員 就看著那個英文 可能四個小時過去了 他還是沒有報萬稅 所以就是說 報稅本來心情就不會好 那中間不斷有這樣子的事情 那心情就更不好 那所以 在這個過程裡面 那個負能量是非常非常強的 所以那個底下 可能八成的留言都是 財政部長 像下台啊 官貿什麼什麼 什麼郭武傑啊 什麼東西啊 就非常非常多啊 然後都沒有什麼建設性能 以前 那所以當時這個 楊金恩專偉 他 郭北的路人也好 媒體的路人也好 在這個情況下 大概只能解釋問題 大概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但是 楊金恩專偉 就馬上發了一個邀請函 大概36小時不到 就在上面貼說 OK 所有這些 這個 批評指教朋友 我們都收到了 您交友提出批評指教 恭喜你獲得這個邀請函一張 在改革離開之後 歡迎你來財政部資訊中心 我們一起來 看大家的意見 一起來盤點 然後一起來做出 2012年的新的報酬軟體 那每一個 有媽的人自動的獲得入獎券 那如果你不住在台北 或來台北有困難 那你可以透過直播的方式參加 那所以他這樣PO的時候 風向馬上秘訣 從他PO到協作會議的當天 那個馬上變成八成的朋友 再提出建設性能 這個指教 建議貢獻他們的所學 只有不到一成的 還是很弱弱的說 三成部長大開 也沒有人點他 對 所以就是 我想重點就是說 不是說會草的有湯匙 是說會草的就進廚房 然後就一起做湯匙 所以他就來了 那這個就是叫卓志遠 卓志遠是第二人 那為什麼他會用 這麼強烈的文字呢 是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 服務設計師 互動體現設計師 俗語說誰在乎誰痛苦 所以他在乎誰痛苦 那因為每年那個 Mac的介面都會越來越好用 會學長穿高 那所以十年之前還很棒的介面 十年之後就看起來是爆炸難用 尤其如果你是一個設計師的話 那所以呢 他就來貢獻他的所學 然後呢 就跟所有他的最熊的朋友 我們就是透過直播的方法 然後去把所有網友們的這個批評指教 進行這個判定 那這也有點跟slido一樣 就是如果你有五千個人 有相同的意見 那不管是你針對報稅開始之前 報稅使用服務當中 或者是之後 你的行動 你的需求 你碰到的問題 有任何批評指教 我們都會 這個一字不改的 把它放到這個 這個叫做user journey 就是修行的運程上 但是 如果你是五千元刷版 那對不起 那就是同一張別的題 你也不會因此有更多的商量 我們一向都是這樣的設計空間 但在這裡面 尤其是如果你是公務朋友 你知道嗎 有一個反射性的動作不要做 就是你不要去試著這個 和理非非 和平理清非暴力的話 這個網友的留言 如果他說字報多 我們就必須貼字報多 不能夠把它改成這個文字抽選團 什麼什麼之類的 就是說 我們一定都會有一個反射動作 改成相關比較不會爆炸的寫法 但是呢 這個時候網友就會視為一種背叛 因為他 他寫的就是字報多 為什麼你可以不貼字報多上去 那然後呢 所以如果有人貼出華麗道 讓人迷惘 就是華麗道讓人迷惘 那設計有些挑戰報水軟體的設計理念 好像去年五月報水軟體 快要報完稅的時候 就跳出每一區國稅局還不一樣 跳出那個國稅局專屬的一個娃娃 然後上面寫 感謝一堆國家的貢獻 然後你也要特別安關閉 才能把它關掉 那這個就是希望花了五秒鐘的時間 讓你感覺好一點 報稅自己是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那就有朋友很尖銳地指出 那想到報稅心情就不好 就不要試著讓他心情變好 這個所謂痛快 痛得就快一點 快一點就很好 你可以試著五秒鐘少 痛五秒鐘 你不要花五秒鐘 試著讓我們心情好 所有像這些我們必須要 就是一字不蓋的 就寫到這個時候 這個旅程上 讓大家三個人看到 共同的事實跟感受 所以在接下來 就花了四字工作坊 右下角是那些 炒得最兇的朋友 那左上角就是 當時被罵的最兇的朋友 那有區國稅局 官貿啊等等的這些朋友 那實際上大概到同一個空間 那又有老師又有網做的 其實你媽不起來了 所以大家在做 就是實際拿系統的草圖 然後就開始改 然後改成 大家甚至覺得比較好 那麼爛的 所以我們一起花了四字工作坊的時間 就從左邊這種抽抽的 那在今年就開始 右邊這種其實是相當漂亮的 那用Linux或Mac的朋友們 96%都非常肯定 右邊這個 那剩下4% 也知道他們的這個意見 跟你的idea 也會進入明年的保釋系統裡面 所以今年幾乎是 完全沒有人mark這件事情 不過我相信到明年 他就會覺得 理所當然也 但是呢 但是呢 就是說這裡的重點 倒不是說 見面越漂亮 比較 不怕花錢 然後砸幾千萬給 像愛迪歐這種公司 你一定拿得到這種設計版本 但是重點是說 那樣子一定還是會有意思 但是呢 我們就是把一開始最危險的人 都已經帶過來了 所以就有點像 其他一座廟嘛 你可能只是一瓶 一瓦上面有你的名字 可是那個還是你的名字嘛 所以即使在 這個前面的階段 是恭喜了一張便利結的朋友 他們也會覺得 最後版本是我的啊 好 這是一個 那所以 就對不起不會罵 而是還會幫忙當客服 這是非常的重要 然後 我設計出來了 我當然負責解釋 然後 第二個是說 因為裡面有各種不同 專長的朋友 所以呢 就以微學資訊工程的朋友 在某一次學資訊工程裡面 提出一個觀察 就是說 因為我們整個 過程的脈絡都是公開的嘛 在這個 政府資訊工程他說 你一搞後的階段當然公開嘛 那你一搞時的是不公開嘛 但因為我的做法是說 你一搞時都公開嘛 所以這等於這個過程 從一場到下一場工作方 所有的台灣人都可以看到 學事業都可以看到 我們怎麼討論 所以 因為某一場工作方中間 就有一個學資訊工程的 就提出一個意見說 那 那這個官報我們都有在某一次 這個 的脈絡文件裡面提到說 因為我們租的是 固定的主機 跟固定的這個 頻款 但是其實這個不合理啊 因為 我們在報稅的時候 5月1號 2號有這麼多人 然後接下來是要到 5月底才會有同樣的多人 那你租的時候是 你能夠最大的流量 然後還加了電buffer 然後來租 等於你每天都在付 其實你在中間 不可能用到的那個 頻款跟主機的費用嘛 所以他認為說 因為我們新版的這個 應該是採用所謂的 雲端租賓的這種方式 就是說 每天你有多少人來 我就租多少台積器 那就是所謂的 elastic computing 就是有彈性的 有延展性的運算 那這個呢其實在 我們資訊業界 已經是嘗試了 已經是十年了的嘗試 可是對於這些朋友們來講 這是我們學習的東西 可以這樣子做嗎 好那所以呢 到最後就真的這樣做了 所以這案子很特別 就是說 他的預算是付的 我們到最後省了一大筆錢 然後裡面的一個零頭 拿去辦這些工作坊 所以這就跟你要花幾千萬去 設計公司 是完全相反的情況 我們省了不少錢 用裡面的一個零頭 來讓幾千人參與 這幾千人都變成我們的 最客服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可以說是多贏的這個情況 所以這個當然是很驚豔的一個案例 也是因為它是資訊工程 所以它可以做到說 你可以快速的疊代好幾個版本 如果是金門大橋 大概沒有辦法這樣玩 但是就是說 它有適合跟 就是適合的 就是疊代的周期吧 像資訊工程 真的可以每天這樣子疊代 那但是 這個也就造成說 他不能說衛福補 之後在做 健保卡的虛應化的時候 他就可以思想到說 那也許我們可以 給偏向的 行動醫療的團隊 一組不同的做法 但是可以大度是 有網路穩定連線的 可能用QR 騷碼 或什麼有一組不同的做法 等等這些做法 就是其他大家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 也許我們 可以因定置疑 我們不需要像以前工廠開模一樣 而是我們可以按照 每個地方實際的尋求 它的網路連線的速度 它這個 使用這個資訊工具的能力 等等 到底是醫生多 是 就是他醫院 醫院 還是患者多 是一個醫生 偏向需要診療一大堆人 這兩種不同的情況 它當然有不同的 時間上的train off 所以我們就會設計不同的使用者體驗 所以衛福也很受這個啟發 所以我們現在 新一代健保服務的重新設計 也正在用這樣子來流程 正在做重新設計 那每一個參加的人都覺得 非常的有貢獻 因為 不管是報水也好 錢包卡也好 它都是影響到 千萬人的事情 所以剛剛才會看到影片裡面說 就是一個信任 因為對它一樣 它就是貢獻了一點點的時間 因為造成的impact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 我是覺得還蠻樂觀的 就是我們 再多一點這些例子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特別是在服務的設計上面 我們有非常非常多 low hanging fruit 就是那種 已經下水到快 來掉的那種果實 有些還碰到地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很容易 一個一個把它摘掉 然後讓大家感覺到說 真的是個生活可以變得比較好 那 那 那網路消息是不應該監控嗎 以及對於網路使命制的看法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網路分成就是 本來就是 就是怕人不知道的 那種 就是完全摸開的 不怕人知道是怕人不知道 然後以及本來就是 類似耳語的 就是像Line這樣子的 點對點的 這種加密的巡奇 這兩種雖然都是說 用網際網路 可是它後面的那個 空間的設計 營造是完全不一樣的 前面這個 不要說監控 Google這個 隨時都在做索引 那後面的這個 其實監控是非常困難的 是連Line公司 自己都說它 它沒有辦法做到 為什麼 因為它故意不要去做的 但是就是說 實際上非常難監控 所以 我像真的假的 它就是一個 系統中間的路徑 你透過傳給機器人的方式 把沒有辦法看到的東西 變成可以看到的 但是這個是在 完全出於自願的情況下 因為這個是這個使用式 收到的時候 我出於自願 我願意揭露給大家 那我願意給亡錢出來 那我願意給亡錢出來 但是不是說 好像國家在每一個人的 手機上面 強迫你 那也沒責任要分享 那樣子 這當然就變成法西斯了 所以在這個中間 剛剛講的那個社會創新 就是創新者 必須要決動 盡可能多社會上的人 來取得他的正常性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這也是各國在 碰這個問題的時候 所採取的一個公共的立場 就是說 我們盡可能要讓多方利益 關係人 都覺得這一套 對於增進彼此的公信力 媒體的公信力 網路提供商的公信力 等等都有幫助 而不是說它 像是一邊拿著當武器 去摧毀其他之間的公信力 因為這樣的話 就沒有人要給你完了 對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網路實名制的話 目前當然 因為其實網路實名制 這個想法 在台灣已經 這個出現過非常多次了 那每一次其實 大家都是拿那個 秘密通訊的資料來講 就是說 我們本來就有秘密通訊的資料 那這個我覺得 沒有那麼容易在台灣 對啦 因為台灣 就是我們還記得 這個沒有秘密通訊自由的時候 這個事前審查 等等的那些時候 那我小時候 好像五六歲的時候 把台灣還在接一點 我自己也都還記得 那個時候是什麼樣子 所以就是說 我們這一輩 或比我再講 一個 還有這個記憶的資料看 或者 讓台灣變成一個 覺得說 這個通訊自由 不是基本價值 而是通訊價值 就很困難 因為我們還記得 沒有的時候是什麼樣 對 不會想要喪失這個東西 那所以 我們才會看到說 像在國際上 觀測人權的 Civicus Monitor 這沒有名 他是去看每一個地方 所有的侵害言論自由 結社自由 集會自由 等等的這個情況 然後每一次出現事情 他就會扣分 扣一扣說 會變成紅燈啊 這樣子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當然我們的狀況 當然不一定說 比牛啊 或者北歐啊 好 可是至少在我們這個區域 或者甚至一直延伸到非洲 我們旁邊的公民社會空間 不是停滯 就是在倒退 那之後在台灣 還在過漲 那這個是非常異常的一個情況 那 但是 這也變成是 台灣在這個區域 像我最近才去泰國啊 他們的軍政府 這個正在想說 那我們明年 二月要不要又會去做選舉呢 那台灣的經驗就會告訴他們說 那他們可以 比較 放心的 介入民主制度 不會 不會 會怎麼樣 對 因為不然這個一定倒退 他對他講 限制公民社會的貢獻 永遠是最容易做的決定 你要開放公民社會的貢獻 就像剛剛講的 你必須要找到一些synergy 就是大家公信力 不用彼此摧毀的做法 他們才會願意釋放 不然你給他再多壓力 大概有沒有什麼太大的用處 那所以 我們這邊就是一個 起到一個 決定性的一個示範作用 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在 不摧毀 迷迷通訊自由 或者是言論自由 接受自由的情況下 又可以解決 像我剛剛講的 那些synergy 流感的這些問題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才能夠 有這個底氣 去說服 周邊的政權們 跟經濟體們 去說 那你也可以用這一套 那不然的話 反而我們會變成 我們被這個區域的 逆流 這個大代 所以我自己是這樣子覺得 那 如果看來網路會 逆於80 那 確實 因為現在逆於80 它真的已經是一個 很大的問題 因為你可以很容易的 透過一些自動化技術 去操控 非常多的帳號 然後去 愛愛有多少研究 有多少研究 這樣的情況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 要了解到說 這不一定是 是真的人 那 在這個 好像射條的英雄傳 這本書裡面 這個有提到說 這個 你一匹馬後面 只要綁很多個樹枝 這個你在這個 騎馬的時候 就可以有千捐萬馬的那種騎士 對 但是 但是實際到前面的時候 你就發現說 只是三匹馬而已 這樣 所以就是說 或幾匹馬而已 我忘記 拖累的樣子 我對鏡頭沒有收到那個程度 對 但因為就是說 它在那個 過程裡面 就是它可以很容易的釋放 淹沒 那如果我們還一直覺得說 這個每個 帳範後面 一定都是一個真人的話 那這個 就是 媒體試圖的這個能力 就必須加強 那這個就好像說 當年 Email 為什麼那些 這個奈吉利亞王子 還可以賺得到一些錢 就是因為一定存在一批人 真的覺得寄來 這新的人 是奈吉利亞王子嗎 不然他們是賺不到錢的嗎 所以 一部分當然是我們這些 做技術的 做規則設定 慢慢把這個情況 變成你要 寄詐品有建議的成本提高了 但是反過來講 也是說媒體試圖教育成功 所以以至於 有一代的人在 經過一陣子的震盪之後 不會再相信說 寄來的人 說是奈吉利亞王子 還說是奈吉利亞王子 還說是奈吉利亞王子 這樣子 那等到這邊的人數 下降了一個神秘度 它再做同樣的操作 就無力可圖了 它可能就去拿行做別的了 那所以 在這個過程裡面 這兩個是同樣重要 就是說一方面你要增加它的cost 那這個當然也有些方法做 那二方面 你還是要大家都警覺到說 這些是機器人不是真人 然後你要降低它的reward 那這個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像我們在處理購物詐品的時候 也是一樣 因為之前 Facebook上面 常常有這些 就是 仿冒的這些商家嘛 然後這樣你可以很便宜的 買到一台像iPhone 然後送來11個磚塊嘛 然後他也沒有添 這個基建人嘛 要退會也沒有辦法退嘛 等等這種狀況 那同樣的 我們就是透過協作會議的方法 把每一關的那個cost 增加 就是說讓物流業者啊 讓情報安行啊 這些東西 他每個需要 這個承受的義務都增加 那當然Facebook它作為一個平台 它對於合法的廣告商 在沒有公子之後 它終於願意讓那個貨物稅落地 所以它有這個稅籍的這個可追蹤性啊 等等這些部分 我們都把這個系統建立起來 但是同樣的 我們還是要繼續讓大家知道說 你在這種地方 買到的東西 大概它就是很可能是會騙你的 因為如果大家的警覺性還是不夠的 我們這邊的cost 怎麼樣墊高 到最後它還是賺得回來啊 它還是會繼續做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基本是我的教育 這個最最最重要 沒有什麼比這個更重要 所以我想這個也是 大家可以繼續幫忙彼此打疫苗的 好 當上一號 問題上一號 已經被定義 而且民眾都認為需要解決 在法規和法律 如果有所提出的時候 應該會不會來解決 就非常大問題 我們現在有一個平台 叫做sandbox.org.台灣 那這個平台呢 它專門就是讓你們來違法的 那簡單來講 就是說 這是一個很簡單 但是卻很powerful的概念 就是說 我們剛剛講 看起來 這個是tray off 往往可以做出synergy 但是做synergy的方法 往往跟既有的法律 或解釋有為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就歡迎到sandbox 台灣說 我正在解決什麼社會貨環境問題 但是我覺得 就是哪些法規和命令 打到我的路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就會有一群 免費的義務律師 事實上是一個科專計劃 就是年大稅平均付過的律師 然後來跟你面談 然後幫你釐清到 到底是哪一條 自食條例 國法規令 國法律 正在當年的路 那接下來呢 如果你想要違法 那如果你是做平台經濟 那國法規現在有一個 平台經濟法規調適的一套方法 如果你要做intech 那儘管國法規現在有一套方法 如果你要把剛那個 無人三分車開到路上 然後開一開飛起來 那個有經濟部嗎 可以來做 那要了解到說 這個還可以通過 但是應該快散渡了 然後 那散渡完之後 為什麼是經濟部 交通部呢 因為從世界各國的角度來看 交通部 會覺得無人車 都無人車 跟無人機 是三種不同的東西 然後這三種不同的東西 可能慢慢會流 但是 它還是對創新者 會產生某種深度的阻力 因為你要先要把路 海空區分開了 但對經濟部來講 就是經濟部技術處 來講 這些東西都一樣 所以它不被它管理 你這樣能夠解決 這一地的物流問題 人類的運輸問題等等 你這樣能解決問題 不管你是會 開一開跑到路上的船 開一開飛起來的直升機 還是什麼別的東西 你都可以違法 違法可以大概有一年的時間 在經濟沙頭也是一樣 就是 你在這一年時間裡面 就是要證明給大家 在一個風險可控的環境裡面 實驗的人的數量有限的情況下 這個真的是不會 也是inclusion 讓大家都有好處 但是呢 在這個過程裡面 如果隨時它的風險高 某個範圍下實驗就必須終止 在過了一年 如果大家都覺得這是好主意的話 表示這個法制的位 那所以意思就是說 如果它是一個法規命名 那我們就公告六十天 然後就直接就 就 你得了版本的法規 就變成了新的法規 那像目前正在實驗的就是 中環電信跟開信銀行 正在實驗中 有一些年輕朋友 他們在開戶的時候 首先他們覺得 雙證件好處理會很麻煩 他們覺得說 在辦SIM卡的時候 已經有過雙證件了 理論上中環電信想要主張 他們的KYC跟銀行歸台的一樣 好 這就是第一個實驗 第二個實驗是說 但是他們即使開戶了 他們之前沒有行動紀錄啊 也沒有借過錢啊 那也沒有什麼存款啊 那這樣子 你要怎麼樣算它的收信的風險管控呢 那個也是一個行政規則嘛 所以他說好 我要違反這個規則 我要用它每個月角 電線費帳單的 有沒有拖延 有沒有持久 到底它是499 還是1499 等等的這個方式 來計算它的收信的額度 跟方法的地域 好 那所以他們有條算法 好 所以這個就好像4000人 然後實驗跟1年 那裡面只要有5次 這個實驗超標 意思就是說 被當作人頭誤了啊 這個被怎麼樣啊 就是他那個AI的那個演算法 沒有辦法做出證據判斷 那實驗就必須終止 但是如果過的1年 真的都還不錯 那就表示 它的這一套算數 真的可以寫進我們的 風險管理規則裡面 那它可以大聲進行入匯 就是讓更多沒有辦法 接觸到進行服務的朋友 接觸到進行服務 那這樣子的話別的銀行 或者別的電信商 就可以進入這個市場 所以當然到最後也許它做出 另外一個可能就是擴大實驗 所以我們還沒有那麼確定 算數的風險值 但我們讓你在更多人 或另外一個別的城市 或什麼別的地方 再做更多的實驗 那以上都是法規的部分 法律的部分 因為理論上你在沙河裡面 其實你會挑戰 任何其他不同的主管機關的法規命令 但是如果是法律的話 那就沒有那麼簡單 因為我們是大陸法系 就是常文法系 你法律沒有明白說這個可以改的 你不能夠用一個行政命令 就解決它 所以它必須回到立法院 但是我們為了努力創新者 所以我們都設計上一個條款 就是說如果立法院要花三年 或者四年來考慮你的案子 當立法院還在討論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繼續進行實驗 而且甚至你的實驗 那個商業模式都還是可以繼續 所以意思是什麼 就是你走斷了時間 因為別人還不能進來 但是你還是可以繼續做 所以就會變成只有你一家可以做的情況 那但是在接下來就是 立法院因此也會有這個壓力 然後要趕快討論出一個版本 那立法院就不能用國情不通 因為你就已經在台灣run了 也不能用我們的助理 對此都沒有什麼經驗 因為你的助理就已經可以去掉那些實驗過程的數據 你也不能夠用這個資料不足 因為大家都在記念的資料 你不能用這些的藉口去不做實質討論 所以大家就會在都有第一手經驗的情況下 做出實質討 然後做出一個新的版本的法律 那做出來的時候 當然競爭者就會進入市場 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我們努力大家 找初步合時的法律 然後去違法每年 然後看看你的版本好 還是本人的版本好 那如果你版本好的話 我們就Promise就會把Snipe的版本 進來 其實現在都只這三個部分 包含接下來 5G在軍事場去做驗證 你可以要一段頻度去做測試嗎 或者是未來很多別的 就是高度規劃的東西 目前大概都有想要炒這個 就是所謂社會雙性 代理法規雙性 sandbox的這樣子的方式 去進行規劃跟討論 那這些都很行 就是大概今年才正式上路 但是大家就一定看到很多的這個案例的公告 那其實 我這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有志德沙特以前 從承判人角度來看 選擇是這樣子的 是說我要不要撥回它 撥被套小花一天 我要不要呢就是做一個解釋 然後說服我的歌長 然後那這個解釋呢 讓它能夠按照現行法律就繼續做 但是我撥被套小花以前的某個個案 跟他看起來有點像 然後那個個案被撥回過就可以了 所以呢 一邊撥小花一天嘛 右邊撥花一個禮拜 但是呢 有這個沙特反應之後呢 就變成相反 就是說 我要不要可以做一下法規調試 我花一個禮拜 讓他能夠來進行工作 我若撥回他他就經常要 我要陪他耗一年耶 所以 就是那個工作量是不一樣的 所以現在大家都蠻願意說 好那我花給一個禮拜 然後 你就 可以看到越來越多 這種離情謀告出現了 當然也是因為國花會 這個我們陳初伟 現在 我們第一次看到法規命令的那個 KPM是付的 就是你各個主要部會 每個月要解開解釋或廢止掉 多少之前的這個不合時宜的函視啊 或什麼 那你給公務員一個正確的付的DPI 就會開始往那個方向去進行工作 所以這邊就充滿著各種 因為實際的需求而廢止掉或調整掉 或重新使用掉的等等的這些函視的解釋 那也能歡迎大家來參考 有一位朋友問說 那責官選法實行之後 是不是可能進行網路通信投票 連署 就是對事不對人的話 其實已經有在進行了 其實IvoTing就是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例子 他們也沒有得到責官選法實行 那同分從中央 巡邏委會的角度 其實公告法有明文定說 電子連署是必須要堅持的 那以我的了解 這個電子連署也有在堅持 但是因為社會選法還沒有實行 然後所需要的這些滲透測試 這些白毛駭客 這些人力資源等等 也沒有完全到位 那我們是希望說 1月1號正式實行之後 用最高的規格去預測 那個公投連署的那個系統 那因為這次就是資本的連署 大家都不了解到其實通話時間 而且但是就是差個好像幾千票吧 就是幾千個連署 或是一些什麼已經網上的朋友的連署 等等 就都會造成一些困難 但是大家要想說 值能其實它造成困難是有限的 如果現在是一個電子的系統 然後這個就是 生存測試沒有做好的話 那它不是多一千票的問題 是可以多二十一票的問題 那如果多了二十一票的話 那大家對於公投 可能就不會有那麼好的印象 所以就是說我想資產還是最重要的 那把資產照顧好的時候 那至少電子連署這件事情 是確定要做 因為是依法會要做的事情 那另外一方面是說 那對人的這個投票 這個時候必須要非常謹慎 因為它必須要在開票的時候 像我們就是台北市現在正在 在經過一個法律程序嘛 那就是你要重新去驗每一個票 然後等等 那但是那個在值得大家都知道很多 但是在就是網路上面 那你就必須要每個黨派的數學家 都要同意說這套做法 它真的是所謂的這個安全性的 這個多重簽章雙線 每個黨派的數學家都要肯認出 這是一套好的系統 不只這樣子 這些數學家們還得說 每個黨派的當主席 那只要有一個不覺得 這是一套可用的系統 那它在開票時候的公信裡 就會受到質疑 那一旦受到質疑之後 我們馬上就進入一個數學家 就是優地獎不清的這個情況 所以就是說 我們必須要先把 就是對師父隊員的信任程度 到一個程度 然後我們才能夠來處理對人的 那即使是愛想你走在這麼前面 他完全沒有任何資本的那個所 他還是允許有一段電子投票期 後票蓋錢票 就是如果你被人逼的 一定要這個勾什麼 你回家趕快再勾另外一個人 好 那即使是這樣子 他還是說那你最後走到實體投票所 實票蓋電子票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 因為你只有最後才能保證那個 投票的秘密性 那你到電子投票 你就算最好的演算法 也沒有辦法保證你在投票那個當下 你在你家裡的秘密性 對不對 因為那個已經超過重訊 也可以看的範圍了 那所以就是說到最後 即使山上一樣 還是允許支票去蓋電子票 所以我們在推的時候 一方面是需要非常謹慎 但二方面是說 也不是說就不妥 而是說挑一些後座裡面 很大的 比較不適合的 像蔡女士運算就是最適合的 因為反正也就是錢嘛 他不是人嘛 而且他只是拍優先順序嘛 也沒有什麼勝負的問題嘛 而且一個人可以投好幾票嘛 所以大家都是贏家嘛 就是像這種狀態底下 心理狀態底下 去推才不會出現 你第一次推就挑那種醉醉那個 那這樣子大家對於電子投票 就一定會相信辦法去摧毀 代表來看會是不是能夠當場的好處解決方案 如果會有單位多少些事情 會許不會被罵嗎 所以說我們要理解到說 我們在協作會議討論出來的 都是就是建議而已 它其實並不是一定要執行 但是呢我們在協作會議最注重的就是說 它要對所有的使用者 包含公務員 都是節省時間的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政府數位服務準則 現在不叫草案 現在叫Beta 現在叫測試版 所以我們在接下來一年 所有的政府的社會服務 都可以去使用這個準則來進行開發 那在這裡面最重要的就是 所謂的以使用者為優先 協力開放等等這個概念 去做使用者研究 那所以呢 在這裡面呢 這是我們當時討論的筆記 就是說使用者樂於使用 融入生活 需要 或者是看到什麼東西想要 考慮到收益落實 而且最重要的是 這個使用者包含公務員在內 為什麼沒有 當時沒有這個時候 我們往往會規劃出一些 就是從人民的角度 使用省到兩個小時 但是在某個地方 某個公共行程替代 要多花三小時的 這種政策出來 或這種服務的政策出來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把公務體系的人 看作是使用者 那但是我們現在 如果把公務體系的朋友 也看作使用者 那我們才會真正設計出 兩邊都省一小時的 這樣子的解決方案 而不是使用者省兩小時 然後公務體系 要花三小時的解決方案 那這個就是當責的重要性 就是如果我們每一個部分的 實踐成本都算成本 而不是公務員的實踐 就不算實踐 的話我們才有可能 設計出對大家 高高的解決方案 那所以這個也是我會不斷重生的一個概念 所以代表來看 為我找到的都是 所謂的帕勒服務的這個改善 就是對大家都至少沒有損害 而且對某些人來講 又省到時間的 那所以這個時候他帶回去 通常不會被罵 這是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情是說 如果他帶回去 科長真的有不同的意見 通常他自己就是科長了 如果他的處長 或者部長真的有不同的意見 那當然我們就再進行更多的協作 因為我是不會對部會或部長下命令的 我從來不下任何命令 那所以反過來講 就是說他們也不會覺得說 好像我到我這邊就一定是終局 一定是拍辦 到我這邊都是一些可行建議而已 所以如果他們部長有想要翻盤 或怎麼樣 他們隨時都有一個空間 但是因為我們盡可能聚集出來 是他都覺得共同有重要的一些價值 所以通常也不會翻到什麼程度 所以目前的這些條都還蠻順利的 那我如果當場就拍辦了 那當然就會很翻桌 所以這個也是 但是降低拘束力就會 就是 氣氛比方不會太暴 這個確實是這樣子 那政府也可以採取在BOT的方式 可以審去開票案的費用 我們現在新的產工法有在修法 那即使是三度通過以前 我們現在都把以前的小額的 本來是十萬 現在都已經改成一百萬 所以理論上一百萬以下 然後你有這些就是 user journey 的開發 就是先行設計案 按照政府做的服務準則 你就可以開始開一大堆九十八萬的標 去做這種使用者的調查 瞭解跟信息測試 以前只能開九萬八的時候 大概找不到什麼設計師來接 但現在因為可以九十八萬了 所以我們就看到越來越多的政府 數位服務正在採用這種 限量界使用者 再進行實際規劃 規劃完之後再施工的 這樣子一種比較標準的 業績做實的方法 不像以前都是說 我們就找一個SI 然後那個SI 就是一條龍 開始是那條龍 但是事實上就是說 那個SI 不可能有每一個部分的 全部的專業 它還是有小包 但這個小包 如果找到 小包就不敢找說 那大包放非常安全 都是錯的 這樣 所以我們先讓這些小包 在一開始用 就是八萬 做好幾次的手指測試 那看起來是壞 但事實上是省掉之後 非常非常多的 就是做錯了 那做錯了怎麼辦呢 就不能廢掉 不能廢掉 慢慢地重複填爆 但這種公平奇妙的狀況 就比較不會出現 好 那所以今天就想 給大家這邊謝謝大家 謝謝